三千多年前 玛雅人预言 地球将被人类毁灭 五百多年前 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预言 大地将沉入海底 人间如同地狱 五十年来 世界各国科学家一直在警告 地球必将被人类毁灭 这就是他们在预计 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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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时间 我们在历史上最大的旅程 二十年来 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担忧 从未间断 十年来 世间最仁慈的智者 一次又一次的劝告 从未停止 海水上升了 那后悔来不及 叫天天不应的时候 那个时候到后悔墨尽 人一定会走到这条路上 老天时候人家是灾难陷进 大灾难过后 人都会清醒过 算总账了 希望在这个时候 能去 能回头 来不及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全世界的人们不以为然 不肯回头 依然重情享乐 世界宗教界领袖 一代高僧大德 尽空老法师 八十六岁高龄 接受恳请 再次面对世人 慈悲开示 这个灾难 实在是 是九九年的灾难 现在不能再逃 为什么呢 再延长一年 最后不知道增加多少倍 它在天天在增长 增加 那结果会怎么样 那结果就是 越是往后 再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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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报 现在报还得轻一点 再过几年就更重 就像那个病要早治 哎呀 那是床外 那是床外 还跟五声平 还挺安静 很多人告诉我 灾难是突然不坏 没有预警 很多的有钱人 大副长者 他们也想问 那我的钱财 我早就告诉你 你们不相信 那现在的信息 相信还不信 有人就问我们 什么都没发生 您正在收看的是 特别节目 大众最关心的答问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大家请坐 我们在前不久 看到了 巨大的灾难 是在菲律宾 这个台风袭击 那么一直到今天 12月13号 菲律宾政府 所公布的数字 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了6000人 那么还有 1800多人 失踪 他们说 这一次的台风袭击 是菲律宾有史以来 有记录以来 造成死亡人数 最多的一次台风在海 这些生活在海边的 这些人们 这些城市和乡村 以为平地 我们看到之后 非常难过 我们看到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人们丧失生命 自己的家园变成废墟 真正叫初步惊醒 这一夜之间发生的灾难 你看人们的命运 一下就改变了 就七里一子散 家破人亡 我们从大量的新闻报道里 可以看到 这些画面 惨不忍睹 我们看到这些新闻报道 天灾人祸 人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人类到底该怎么面对 这些灾难 这是全世界 这些年来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祝福今生的灾难 weán 祝福今生的灾难 祝福今生的灾难 只有 rose rose año 我们前不久在网络上也看到 日本311的那次大地震海啸 当时的一些录像是最近刚刚公布出来的 这些画面人们看到之后 触目惊心 真正叫心惊胆战 不寒而栗 大果て超えてます 敬布超えてます 手も超えましたよ もう目の前まできてます 你不看看这些画面 你不知道 这个災难 有多么的可怕 毛骨悚然 你看 这个水很快就涨上来了 水很快就涨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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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大大大大 ivol臺 explains 他人有精准 2,2,3 OK,先坐大便 好 哇 哇 這麼高的 哇 哇 那你放棄了 你怎麼放棄了 你到底是不得了 你也不得了 你這樣放棄? 你不得到老了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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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灾难可怕在哪里呢 没有预兆 突然发生 你看 人们措手不及 防不胜防 你看 可以说是在一瞬间发生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变成这个样子 人们防不胜防 全世界各地的观众 有没有想过 这种灾难 如果某一天 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该怎么办 你不要把这个当成电影看 这是灾难的现场录像 这可不是电影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看到这些画面 确实想到 你看那些灾难的电影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无论是房子 汽车 甚至大树 通通给你冲走 你看 在这种灾难面前 人类是多么的脆弱 渺小 我们经过多少年 苦心经营的城市 我们的家园 马上依偎平立 真正叫一瞬之间 人类在这些灾难面前 束手勿策 你怎么办 一场灾难 比如说一场海啸 或者一场台风 到底有多大的危害 有多大的力量 你如果还没有感受 你看看这些照片 你看这是一块木板 硬生生的 在台风当中 硬生生的 插到坚固的轮胎里 你说这个海啸台风 多大的力量 你看这个铁轨 钢筋铁轨 这都是铁轨 都变成面条了 一场台风 一场海啸 变成面条了 你说说 它的力量有多大 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些新闻 触目惊心 让我们想到 人类到底该怎么 面对灾难 这是现在 全世界各国政要 各级官员 普通百姓 每一家 每一户 人人都最关心的问题 你说这个灾难 在你面前 你怎么办 那么在去年 在2012年底 我们承蒙 师父老人家 慈悲 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制作了一个 专访 它的名字呢 就叫 人类 如何面对灾难 这个节目还没有播出过 它非常难得 我们分上级 中级和下级 这三级节目 那么这个特别节目 把人类该如何应对灾难 说得详详细细 灾难的根源 都讲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 怎么才能够 去吉亿避凶 消灾免难 人类社会 该向何处去 把它说得清清楚楚 这部特别节目 可以说是 近现代历史上 唯一的一部 也可以说是 最全面 最究竟 最彻底的一部 把 人类社会 该如何面对灾难 讲得最清楚的 影片 所以我们希望 大家 能够 全家人在一起 来观看 常常观看 反复观看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增加我们的防灾意识 屈己 避凶 一定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照做 理论方法 都告诉给大家 能不能做 那就看你的了 所以 以后 如果真的 天有不错 风云 你不能 怨天有人 因为早就告诉你了 可以说 这套节目 可以传值万代 哪朝哪代的人 世界各国 哪个国家的人们 都可以看 因为什么呢 他讲的是真理 你看我们的网站 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网 虽然 刚刚开通 一个月 我们得到信息 收看的人 太多了 全世界 三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 大众都在看 你想 美国 英国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东南亚 这一带 就不要说了 还有很多 陌生的国家 也在看 厄瓜多尔 特利尼达 和多巴格 阿尔及利亚 尼日利亚 阿联酋 柬埔寨 这个真正叫 全球同学啊 这是好事啊 好兆头啊 说明大家 对圣贤教育 心向往直 人人都喜欢吗 教给人们 怎么得到 幸福人生的 你说谁不需要 全世界都需要啊 那么也有一些观众 提出来 确实 刚刚接触 对佛教 对传统话 对老法师 真的不了解 希望我们能不能 简单介绍一两句 可以 我们 无比尊敬的 伟大的导师 老法师 那是世界宗教界的领袖 世所公认 一代高僧大德 一生专修专鸿 净土法门 什么是净土法门呢 简单说 就是专念阿弥陀佛 求生 细放极乐世界 在佛门 自古以来 影响最大 人数最多 最为殊胜的 就是净土法门 能够了脱生死啊 彻底脱离六道轮回之苦 这是最好的 净土宗 我们这个网站 特别推荐里 有一大节目 叫此生 不能不认识的一个人 是专门介绍师父上人 那么在网上 都能够找到 师父老人家 讲经说法的网址 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老人家天天讲经 如是已经 如是六年了 师父常常告诉给同修们 在人类历史上 所有宗教的创始人 没有一个 不是从教学下手 一生都在从事教育 你看 耶稣教学 三年 很不幸 后来被害死了 摩西 摩西教学 二十多年 穆哈默德教学 二十七年 佛教的释迦牟尼佛 讲经教学 四十九年 从来没有中断过 通通都是用教育啊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通通都是社会教育 他们都是伟大的教育家 他们一生所做的 就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 告诉给大家 让大家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你看这些创教主 他们互相没有见过 但是所做 所行 都是一状事情 就是教育 教学啊 在人类历史上 世所公认 最伟大的教育家 释迦牟尼佛 讲经教学 长达四十九年 一天都没有中断 那么现在 师父老人家 作为佛陀的弟子 讲经说法 真的超过老十了 到二零一四年 已经是五十六年了 讲经教学的时间 超过了释迦牟尼佛 古话长讲 清除于蓝 而胜于蓝啊 师父老人家 给所有佛弟子 做出了最好的榜样 讲经教学的时间 五十六年了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 绝无仅有 只有这么一位 现在让我们遇上了 真正叫人类的瑰宝 所以我们太有福报了 今天地球上 七十亿人 我们遇上了这么一位 伟大的教育家 伟大的智者 帮我们解答 人世间这些 种种天灾人祸的根源 非常详细地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 人类的福音 我们全世界所有的观众 能不认真听吗 能不珍惜吗 能不感恩吗 我们真正是 祖上有德 让我们遇到了 所以我们无比的感恩 这个话是从心里说出来 真诚 至诚的感恩 我们一直都在祈愿 师父老人家能够涌住世间 旧苦旧难 帮助我们找到方向 走上光明大道 老法师在演播室 或者在厨房的地方 讲经教学 每一天要四个小时 接待世界各地的客人 那就更不要说了 说一句实在的话 我们在边上看着都累 你更不要说亲力亲为了 87岁了 过年就88了 看着都心疼 每天四个小时讲经 一口水不喝 就这么讲 真正叫了不起 最伟大的教育家 你要不觉得 好 你年轻 你来试试 每天讲四个小时 你试试 完全是义务的 这一片悲心 听着都让人感动落泪 你在这个世界上 还到哪儿去能找到这么一位 慈悲的老人家去 大家听听这个话 再离不再离 他老人家 受这么多苦 受这么大的泪 又为了什么 师父老人家 真正了不起 你看四个小时讲经 没有一句错话 把那个录音整理出来之后 就是一部书 一部经典 而且天天讲 月月讲 年年讲 一直都是这个水准 讲完了就是一部书 没有错的地方 这个全世界的静宗学人都可以作证 因为我们常常看师父的讲记 这个智慧 大家可以想一想 全世界古往今来 能不能找到第二位这样的人 你能不佩服吗 你能不相信吗 他老人家一生 不是去建寺庙 就是讲经教学 为什么呢 佛教 佛陀教育的宗旨 就是 让所有的众生 能够破弥开悟 离苦得乐 就这八个字 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天天的教训 天天上课 就是教育 不是建寺庙 师父常常说 把那个钱都用来建寺庙 就是把钱埋在了土里 那不是糟价吗 你要是不相信 你看 你把这个寺庙 修得金碧辉煌 多少个亿建成了 那么我问你 一个不孝子孙 一个恶人 他进了这么一个金店 烧几株箱 那个箱现在好像也很贵 都是几百上千的 好了 烧完这个箱出来 他能变成个好人吗 他能变成个善人吗 他能不再作恶了吗 他能出来之后 就孝顺父母了吗 不可能啊 所以你拿那个钱 去盖金殿 盖金庙 师父讲 把钱埋在了土里 真不管用 应该怎么样呢 拿那个钱做光盘 几块钱的光盘 他看了之后 他就不做坏事了 这就叫教育啊 师父常讲 用现代的手段 来教育人 师父常常讲 我们要学佛 佛陀就是我们的 最好的榜样 佛一生没有盖过一座庙 他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讲经教学 如果有人问 什么是佛教 告诉他 是佛陀教育 所以你看 叫本师 释迦牟尼佛 佛陀是老师啊 不是别的 所以佛教是教育 它不是宗教 更不是迷信 它是让你 破除迷信的 师父说 佛这个字 翻译成汉语 就是觉悟 佛教 就是觉悟的教育 让你觉悟的教育 你要不要 所以师父常讲 学佛的目的是为了教育 为了把人都教好 如果这个人学了半天 他不能够转迷为物 离苦得乐 转恶向善 那你这个教育是失败的 这就不是佛教了 所以你看 这么一位伟大的智者 在人类历史上 绝无无极有 他老人家所说的话 你能不听吗 听不听 放在一边 你能不看看 有这么一位伟大的人物 你能不看看吗 你能不见识见识吗 所以说我们讲话要有道理 不能迷信 很多国家的政要领导人 都在找师父老人家请教 怎么办呢 师父给他们一一解答 没有不赞叹的 没有不满意的 还有我们看到 日本前首相纠山 多次对着世人公开道歉 忏悔日本侵华的罪恶 在演讲中 纠山再次就日军二战侵华行为道歉 他怎么能够有这种表态呢 后来我们一看才知道 他多次邪夫人到香港 去拜见师父老人家 去请教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新闻 也很受感动 人只要忏悔 承认自己的罪业 师父常讲 人是教得好的 这个世界就有希望啊 我这些年 在海外 确实有些人说 像在印尼 说的人就很多 印尼人说 净空发丝爱印尼 比印尼人还爱印尼 不单是印尼 我到哪里都一样啊 我在澳洲爱澳洲 我在美国爱美国啊 在哪里都爱哪里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也提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地资规上 凡是人 借学爱 范围不大了 大臣教里头 辩伐界 虚空界 就是自己 怎么会不爱呢 中国老祖宗 传下来这些典籍 真正的法宝啊 能救自己 能救家庭 能救社会 能救国家 能救世界 它是宝啊 怎么能不爱呢 足足相传 今天 到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 最重要的使命 是把它传给下一代人 文化 没有国家界限 还有一桩大好事 就是最近 国内国外 很多 伊斯兰信徒 得到了一本宝书 古兰经 一解 这是民国的时候的老本子 王敬斋老先生 著解的 那么是谁 倡导把这部书 重新翻音 光大于世呢 就是我们师父老人家 你看印刷 非常精美 很多伊斯兰信徒 看到之后 无量的欢喜 但是他们想不到 谁给他们印的呢 是老法师给他们印的 我们的老法师 虽为 佛门大德 但是呢 老人家 你看 也讲 圣经 也讲 玫瑰经 也讲 苦兰经 老人家 一直 向世人 倡导一个理念 世界宗教 是一家 希望 宗教界 要团结起来 恢复 世界的安定 和平 我们大家 能够有这个福分 有这么难得的 因缘 来学习和观看 师父老人家 给我们的慈悲 开示 我们一定要特别的珍惜 我们再次 感恩 师父老人家 霸气高凌 再次感恩他老人家 救苦救难的 一片悲心 尽敬的师父上人 首先呢 无限的感恩 您老人家 给我们社会大众 这样一个 请教您的 一个机会 我们先向您老人 敬礼 无限的感恩 不用拉着 我死到了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我们知道您老人家 已经八六高龄了 刚刚从斯里兰卡出房回来 斯里兰卡总统和国师 邀请您老 然后是马来西亚的首相 也邀请您老 您刚刚从两个国家回来 又在讲经 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觉得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很多问题是不敢打搅您老 这个电影我们不知道 您老有没有看过 2012 好像全世界没有不知道它 我们这儿还有四部纪录片 这里边都是很多的科学家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 他们高度关注我 我们首先想请教您老 我们要不要相信 这些科学家 这些专家学者 他们的这些 这一段事情呢 是个天象的问题 天象的问题 对 就是心象上的问题 库学家观察了很久 这是一个四十 是灵火对齐 就是这一天 12月21号 是灵火的中心 太阳跟地球 排成一条直线 那么这条直线会发生什么现象 引力 引火中心有非常强大的引力 它会影响太阳 那么正好呢 太阳黑子就是风暴 它有周期的 十一年是一个周期 刚好这一次碰到周期 那明年这一年呢 是周期 就是太阳黑子 运动得特别强烈 那么怕引火引力 干扰太阳 会把太阳风暴拉起来 就拉得更高 那拉得更高 就会影响地球 那么曾经有过一次 我看到这个天文报告 太阳的黑子影响地球呢 差不多是要两天到三天 它才能影响 才达到地球 但是有一次 不到一个小时 就到地球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了 营火对气 很可能产生这个现象 那么这个现象 科学家知道 最大的可能 是地球上所有的通信系统 被干扰了 这个地球所发射的 这个卫星 卫星可能被他们全部破坏了 这些卫星都会摧毁了 对对对 不错不错不错 那么正对通信 对于这个电信 航空航海 都有很大的关系 到空中飞机 迷失方向 怕这个事情 我们也都打不了电话了 对 可能 由此可能 所以这个还算是小事情 这还算是小事情 不算大事情 最怕的是这种引力 引发地球上超级火山爆发 那个带来灾难就大了 科学家告诉我 地球上有十几个超级火山 多半都在海上 那这个枝大的引力 如果把火山引发爆发 那大家就想想想 去造成严重的害羞 那个水月爆起来的时候 你说多事啊 我们在信息里面看到 估计是一千米 那这个太可怕了 一千米啊 一千米的这个浪啊 那比有的山还高啊 对是 你说这还得来吗 那么它这个浪呢 慢慢往这个海岸边上 这个这个这个推动 推动到海岸边上 就算它减少到十分之一 一千米变成一百米 我们都吃不下了 前年这个日本第311 十米 再前面一次印尼苏文达拉 也是涉及 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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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三十多万人死亡 师父呢 就是说像2012里的这些画面 是有科学根据的 有科学根据 师父我们坐在这里 说起来还挺轻松啊 对 但是不发生还则罢了 一旦发生 这是个大劫难 没错 是大劫难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学佛的同学都知道 真正了解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而这种现象 能不能改变呢 答案是肯定的 为什么 一切法重新相生 经上常讲 相有新生 近代量子力学家发现 念力的能量不合适 所以美国布莱登博斯就说过 如果地球上的人居民 能够觉悟 能够回头 他提出三句话 气握扬下 该邪归正 端正心念 这个灾难可以致止 他说话我相信 佛经上守 所以现在这些量子力学家 知道这个心 就是念头跟物质环境的关系 搞清楚了 物质是从念头当中生出来的 所以意念可以控制物质 人身体的健康 现在我们明白了 心清净的人才去健康 他们有三年 贪嗔吃慢 也就是病根 有这个东西 对应到我们五脏六腑 容易感染病毒 如果不贪不沉不吃 不傲慢 不妄于 你的免疫能力 就达到圆满 什么样的细菌 接近你 你都不受干扰 念力 师父很多人都看过山西小院 确实很多的病人 通过念佛 通过自己的念力 让身体恢复健康 这是一些被病痛折磨的人 七天七月 我没吃过 没水 我就这么大块 这么大块 的那个特别害怕 烤烟 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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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身患绝症 即将结束生命的人 我得癌症是14年 这个超越来越吸引 同日就放大了 百分之百的是癌 咱们挺痛苦的 不想让妈妈走了 六十一查十多年 月份又查十多 五下 百五十这么大水 六十多了 六十多了 病痛症是下来的 由今发生了奇迹 慢慢提 慢慢提 这些的超好了 约来拿成这样 都一约接受 比较一约后来 是放着变成几个症状的吗 这个胆大炎 自己就提了 完全跟好人一样的 大不方浪都撕了 就是恶火下来了 确实很多的病人 通过念佛 通过自己的念力 让身体恢复健康 这个大家容易接受 但是师父 一千米的海啸 还有火山爆发 这个大家也能 行 你要相信 因为它是物质现象 我要是怀疑就不行了 怀疑不行 就是有这个念头 我行吗 这都不行 那都不行 没效果 决定相信 佛经上讲的 色有心生 它那个色 就是代表物质 像有心生 他的原文是色有心生 所以念头能够 人要把念力集中 可以干扰到太空 星球运行的轨道 这么强的力量 您是说一个人吗 一个人 那是圣神禅定 那不是普通人 就是佛经上讲的 置心一处 无事不办 他坐在这个地方 一动不动 通过心念的力量 没错 可以改变 没错 宇宙星球的轨道 对 这个我们相信 但就是我们没有那种功夫 我们的念头很杂 很乱 所以不起造用 所以 为什么禅定那么重要 佛家的修行 全在定功 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 就是修禅定 定功能力越高 他就能改变周边环境 我们这个地区 真有一个两个这样的修行人 这个地区就不造灾难 师傅我们看到前不久 美国也有很多的灾难 像他那样的超级大国 一点办法没有 没办法 有再顶级的科学家 包括军队 统统没办法 那我们就想问 那岂不是说 整个这个世界上 从政治家领袖到科学家 大家其实还挺糊涂的 还不知道有这么一种 人自身的能力 没错 这是什么呢 这是最近四百年 科学技术发达 大家都被科学迷了 相信科学 从前有 你看中国 印度 乃至全世界一些土著 他们都讲修行 用意念 用意念 夏威夷 修兰波斯德博人访问 我们谈得很愉快 在我这吃饭 我就首先问他 你这个意念之变 你根据什么道理 他告诉我 清净心 跟佛法一样 一样吗 因为他不是佛教徒 他不能佛法 他说我们把记忆 你能够记得的记忆 负面的记忆 就不善的 统统清除掉 打扫干净 善的也清除掉 恢复你的清净心 清净心里头 善我都没有 这就有能力 影响无致了 就是先把自己的心打扫干净 打扫干净 据说这位修兰博士 治好了几千位病人 不错 而且还不用见面 对 不用见面 用意念 用意念 好像遥控一样 对 他就是要四个条件 第一个 这个人的姓名 姓名 第二个呢 他出生年月日 出生年月日 第三个 他现在住在那里 位置 他的方位 对对 第四个病例 病例 他的病情 对对 你去检查 检查病例 他就行了 就这四段 具体的信息 然后我说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观想 把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 我就是他 对 他就是我的 对 那他的病 他身上病就是我的病 我用我亲近心 把这个病毒的细胞 统统恢复正常 他的病就好了 他的病也就好了 对对 我好了 他就好了 因为我们是一体 他时间是一天坐三十分钟 那就好像打坐一样的事 坐三十分钟 连续坐一个月 就好了 心越纯 对 越正 效果越好 不能有丝毫怀疑 不能有丝毫杂念 这个是功夫 比如说我们家里有病人 距离我们很远 用修兰博士这种想法 行 他我听说是几千个病人 他都会照 没错 就是证明过 证明真的是 不是家庭 所以 至心一处 无事不办 这是小事不是大事 那个大事是什么 大事是成佛 成佛是怎么成就的 定功成就的 不是变的 成佛就再也不受苦了 对 就是修典 修典就是放下 师父 这个修兰博士 他用这种方法来看病 这个原理 好像跟这个佛法很像 是一样的 众生是一体 一体 确实是一体 师父 谁教给他的 您知道吗 他的师父 是夏威夷的徒徒 徒徒是世纪代的 祖宗传下来 也是最古老的方法 古老的 古老的 古老的夏威夷的治疗方法 因为是科学家 发出来的警告 而且是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也看到很多报道 很多的国家领导人 政府官员 都在悄悄的做准备 因为毕竟有这种可能性 大家现在是手忙脚乱 一边看着日历 一边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这个事情 佛经上所说的 被现代最先进的科学 量子理学 证明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你想修兰这个意念 是把心恢复清净的 如果要把阿弥陀佛放进去 那个能量不知道加多少 所以我们现在想的 宇宙之间最好的念头是什么 就是阿弥陀佛 他现在念佛人为什么没有那么大能量呢 念佛有残念 哦 有妄念 心里没打扫干净 对对对对 不错不错 所以他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显著 阿弥陀佛 越清净 力量越大 怎么样清净 就是放下 所以我修佛 张家大师教给我 看破放下 就讲完了 是什么是佛法 就四个字 千经万论 离不开这四个字 看破是什么 你明白了 放下就恢复清净性 师父要想第一个做到 就是明白要想做到 看破想做到 是不是要放下 天天听经才能明白 对对对 所以听经就非常非常重要 没有一尊佛 没有一个菩萨 不讲经教学的 所以佛法走的是私道 私道 对 解疑事 对不错不错 传道 没错 对它是以老师身份出现 你老师现在每天还要讲四个小时 对啊 就是为了看破这种事情 为了这个 为了这个 那放下的时候 就是 一看破自然放下 明白了自然 对自然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妄想分别之主 那就没事了 灾难现前也没事 那我带科学家 包括一些观众 我带他们向您请教 我们生活当中 什么叫执着 就您常说这个执着 要把它放下 那是什么 它有什么表现吗 有 你比如说 坦诚吃慢 就是执着 你喜欢吃好吃的是执着 对我一定要吃这个 对不错 这是执着 我打着车也要去吃这个 对对不错 这叫执着 这是执着 那我非要得到一个东西呢 也是执着 我非要恨它 我一定要报复 对不错 都是执着 这是在贪嗔吃慢上表现 全部全部都是 于执着的反面是随便 就是这个红色的是执着 执着丢掉之后 你就能随便 没有一样不好 就是有人问您这个问题 那我不执着了 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就是随身众身了 什么都好 给吃什么就吃什么 对没有一样不好 那它分明不好吃吗 那那 不会 它不好吃的时候 到你口里去变得好吃 它口里跟你口里不一样 我是不是有这个执着心的时候 吃它就是不好吃 放下了这个执着再吃 味道就不一样了 对就不一样 为什么呢 静随心转 是这么个道理 你的心是真心 所有东西到那时候 它都 像分子排列的时候 它就改变了 分子排列都会改变了 都会改变了 就跟水石烟一样 没错是一个道理 您知道现在 全世界上的人呢 都非常固执 对 那固执就是坚固的执着 这就是执着 坚固的执着 那我们经常拿这个来 夸越别人 说你真有个性啊 你真执着啊 那对是 这个在佛法里 是第一大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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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道道地地的反复啊 而且这个坚固的执着的时候 是往下堕落的 那它有什么不好呢 不好的时候 它的国报在卧道 卧鬼祝福出生地狱 因为它执着贪嗔痴漫 没错没错没错 它执着就是一战 这个新贪嗔痴漫 一定会感着来 会感着 灾难现前不是完全决灭了 还有人留下来的 不会完全死掉的 师傅 所以你就不怕了 实际上灾难死的人 我在我感觉的是 80%到90%是被吓死的 被吓死 对冤枉啊 他要能够如如不动啊 他可能不会死啊 师傅他们被什么吓死的 那就被灾难吓死的 那个警匠 对那个警匠 不错啊 所以我都主张 一些同学们 这些骗子 一个星期看一遍 一个星期看一遍 为什么呢 你印象什么 你不害怕了 熟悉了 来了之后 原来我很清楚 很明白 他就如如不动 真就人家有智慧 他就下着走出 在这个时候 一眼心里念佛 真的在那儿 到极乐世界 那念佛天天求的 不就求生极乐世界 这正好啊 我这个世界去了 真能去得了 师傅如果是科学家 坐在您老的面前 他们就想问这个问题 我们没学过佛 而且我们是外国人 能不能用科学的语言说 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也好 这尊佛也好 是全宇宙当中 最善的能量 最大的能量 就是我们念他 最大能量 我们就有了 阿弥陀佛的能量 没错 这是用我们自己念头 集合 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的意念 集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能量 必须什么都到 什么问题都不解释 我安全在信心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圣人 圣虚在今天很困难 400年的科学教育影响了大众 或者教育第一个问题 就是教育要怀疑 那圣一学 不怀疑就不是科学 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不能怀疑 你怀疑也决定进不去 师父那是想法的 那完全想法 你说圣一学教育的时候 你要怀疑的时候 孔子来跟你讲 你也听不懂 你怀疑 释迦摩尔佛给你讲 也没有 所以 行为道远功德母 圣一学什么有怀疑的 对任何人都相信 骗我的人 我也相信他 害我的人 我也相信他 那我们不就吃亏了吗 不吃亏 受伤害了 绝对不吃亏了 绝对不吃亏了 吃亏是福 我们常常听您老的警告 好像您老这一辈子 一直在吃亏啊 我不吃亏 我一直在想福 就是您老一直 别人欺负也好 毁谤也好 欺骗也好 您老都不说什么 都替我消厌障啊 大家发现您老越来越好 是我越来越快乐 我对于这些人 你看看我摄影棚 都供他们拍我一眼 报恩啊 他替我消厌障 我当然报恩了 您还要感激他们 要感激他们 对 你说你多快乐 如果你怨恨的话 你多难过 你看苦乐 都是自己一念 当中产生 与外面一切 不相干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感激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 感激欺骗你的人 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 感激鞭打你的人 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 感激遗弃你的人 因为他教导了你应自立 感激伴倒你的人 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 感激斥责你的人 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位 感激所有使你坚定成就的人 师父呢 是不是这个怨恨别人 反而还增加了一些 那个害自己 所以不善你念他对人 伤害别人 只有三分 伤害自己七分 不值得了 我心里边还有一些 怨恨别人 记恨别人的念头 我这个时候念佛 不管用吧 管用 用很少 不大 如果是真的感恩 能力量很大 念佛不管用的原因 这次的 不错 都是心 都是心 用什么心念 效果不一样 不是佛法 不管用 不是 不是 全是念力 全是念力 师父我们听到这里 师父我们听到这里 真的是很相信 但是呢 又确实是真不敢相信 为什么呢 还剩26天 你老一开场 你就讲 能改变 26天还能改变 是自信本具的能量 扩学家承认 扩学家承认 他说人类 有一种本能 可惜现在我们丧失掉了 这个话说的正确 怎么丧失掉 他不知道 怀疑丧失掉了 一怀疑丧失掉了 现在我们问一个小孩子 国内国外都可以 他会说我要是不怀疑 不质疑 不怀疑老师 不批判他们 就不符合科学精神 举世都是这个观念 没错 没错 这就是科学叫出来的 所以科学叫出来的 最后会有灾难 师父我们看这些光盘 这些科学家 束手不策 对 面对这样的灾难 没错 尽管他们预测出来了 可能会怎么样 没错 但是大众问怎么办呢 他们也不知道 没错 我们知道 就把他们也怀疑 对 我们知道 只要你不怀疑 这个不夹杂 不间断 这一句佛号 绝对能解决 您正在收看的是 特别节目 大众最关心的答问 这个灾难 真正的因就是贪嗔吃慢疑 这五样东西 我常常讲的叫做五毒 佛经上常讲贪嗔至三毒 这两个加上叫五毒 这个五毒就把世界破坏了 贪嗔恨 感应的水灾 南北极的冰融化了 海水上升 科学家 科学家估计全部融化 大概会上升 五十米到七十米 现在 落地和远海的边缘城市 全部没有了 贪婪所干的 海啸也是贪婪 成灾 所干的是火灾 火山爆发 温度上升 地球温度不断上升 这是发脾气 所以学佛的人 如果不高兴 发一顿脾气 你就把地球温度又加高了一点 你干这个事情 鱼吃风在巨风 龙卷风 破坏的力量非常之大 不亚于海啸 风采 傲慢 对应的是地震 不平 大地就震动了 怀疑 地狱大自然 是山崩 地陷 那是 所有一切罪恶的根本 这个怀疑是对什么呢 不是普通的怀疑 对于圣贤教会的怀疑 对佛菩萨的怀疑 对宗教的怀疑 对圣贤 对圣贤教会的怀疑 怀疑你就不信他了 你就不许他了 那么贪嗔痴慢 出来了 贪嗔痴慢 出现了 这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 地球上种种灾难的根本 一夜阴 是什么原因 居住地球上人 天天在造业 无止线的在造业 您能叫灾难不发生吗 节目看到这里 我们给大家推荐几部书 科学家们 尤其是量子物理学家 所推崇的 经过长年的实验之后 他们发现 念力的秘密不可思议 这部书 它的作者是麦塔格特 应该在网上都能买得到 它的小标题叫 叫换自己内在的力量 就是呼唤自己内在的力量 还有一部叫 《无量之网》 《无量之网》的作者 是布莱登 美国科学家布莱登 《无量之网》他写的 这部叫做 《解读漠视语言》 这三部书 应该说 都是把量子物理学家 他们的理念 方法和实验的成果 所做出来的这么一个汇集 那么师父老人家 非常的慈悲 看这些书的时候 还做读书笔记 可能有一些人时间很忙 师父老人家替你看 把其中一些重要的话 摘抄出来 这就是师父老人家的 读书笔记 念力的秘密 揭露 你如果很忙 你看这个就够了 师父太慈悲了 告诉给我们 量子物理学家们 最新的研究成果 这还有一个读书笔记 是师父老人家 看到解读漠视预言 这部书 也做了读书笔记 这里边也有解药 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那么这些书 包括量子力学家 他们所讲的 总归一句话 就是四个字 叫以心控物 就是人们心念 这个力量 它可以控制 周围的物质 远都不要说 你自己身体里的血液 水分 都可以控制 你不相信 你可以自己做实验吧 该发脾气的时候 你不发脾气 你念阿弥陀佛 你念感恩 用心把它控制住 怎么样呢 身体 它就一直处在正常的状态 否则的话 你不控制 那细胞都扭去了 所以你的心 可以控制你的身体 身体可以控制 周围的一切 统统都可以控制 统统都可以控制 所以以心控物 这是现在科学家们 开始要研究的 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这个世界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和这个世界 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人的心和物质 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些书 讲的都很清楚 那么在这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有比看书更好的 是什么呢 就是这套光盘 这里边 有一个 很重要的节目 我们希望大家 一定要看 叫此生 必看的科学实验 就是那个水实验 那个节目 把 量子力学家 以心控物 这个道理 讲得非常透彻 而且亲眼 让你能看到 你发脾气的时候 你的细胞是什么样子 你心情平和的时候 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 你的身体细胞 血液是什么样子 清清楚楚 让你看到 比这个书还好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一定要陪着父母家人 来看这个影片 此生 必看的科学实验 现在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享誉世界的 日本科学家 江本胜博士 十多年来 他所做的 几百万次的水实验 震动了全世界 他们的实验成果 被写成图书出版 如今已被翻译成 许多种语言 在全世界 七十多个国家出版 中文版图书的名字 叫水知道答案 江本胜博士 还被邀请到联合国 做专题汇报 主题就是 世间万物 都是可以沟通的 人类的想法 决定的周围的环境 人类心里的念头 包括说出来的话 和写出来的文字 对水有哪些影响呢 那么请看 下面的科学实验 水能够看得懂人的意思 在玻璃瓶上贴上 感恩 感谢 水的结晶就变成了 这个样子 不管用哪国文字 只要人的心 是感恩的心 意念是感谢的意念 水的结晶都非常美好 这是中文的感谢 这是葡萄牙文的感谢 这是韩文的感谢 这是土耳其文的感谢 再给瓶子上贴上其他内容 比如夫妻之爱 水的结晶 竟然是大结晶 拥抱着小结晶 就像告诉人们 夫妻恩爱中 各自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再贴上家人之爱 水的结晶 竟然一层套着一层 重叠在一起 如同三代同堂 仿佛在告诉人们 真正的家庭之爱 是老幼不能分开的 再贴上邻居的爱 水结晶里面的六瓣 紧密地围凑在一起 好像在互相帮助 再贴上相思相爱 水结晶竟然出现 阴阳两种样子 就像一男一女 仿佛告诉人们 男女有别 各守天性 才能紧密在一起 相亲相爱 再看这个水结晶 它是不是非常的美 你知道给它 贴上了什么文字吗 就是人们常常说的 也是人们最爱听的 我爱你 这些无数的美好的水结晶 这些几百万次的科学实验 揭示出来了 宇宙人生的自然规律和真理 也就是说 不管是人类 还是山河大地 世间万物 没有不喜欢美好的 没有不需要爱的 你真正爱他 他给你的回报 没有不是美好的 连水都需要爱 更何况人类呢 那么水能够看得懂意思 它还能够听吗 下面就是对着一杯水 朗诵江本圣博士 所作的一首诗 欢迎来到地球 这一趟路途遥远 真是辛苦你了 这里暂时会是你甜蜜的家 你就在这里 慢慢平复旅途的辛劳 爸爸跟妈妈会一直守护着你 你知道水听到这首诗之后 它的结晶是怎么样的吗 这就是他听到这首诗的样子 你看这杯水的结晶 多么的美好啊 如果你把这杯水喝下去 我们相信你的身体 一定会很健康 很受益 这就是你对一杯水很好 这杯水给你的回报 感恩学长为我们做饭 感恩大家 这是一些学习传统文化的孩子们 在吃饭之前 他们要对着食物念诵感恩词 饭时之德 一粥一粥 当思来处不易 一粥一粥 当思来处不易 自奉必须简约 自奉必须简约 艳客切勿流连 饮食约尔经 原书欲真修 原书欲真修 不贪口腹而滋杀生情 不贪口腹而滋杀生情 罗获百菜宝平安人生 罗获百菜宝平安人生 获饮食获坐走 获饮食获坐走 长者先 幼者后 对饮食不简则 时事可不过择 若衣服 若饮食 不如人 不生期 厨中有剩饭 厨中有剩饭 路上有鸡人 路上有鸡人 请大家端身正义 感恩词 开始 感恩天地滋养万物 感恩国家培养富佑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 感恩老师心情教导 感恩同学关系帮助 感恩农夫心情劳作 感恩大众信任支持 我们现在明白了 这些学习传统文化的孩子们 才是最有福报的 像这些学生们一样 一天三顿饭 顿顿都感恩 这些意念都是最美好的 他们所吃到的饭菜 喝到的水 所有的结晶 一定都是最美好的 这样的饮食 对孩子们 不但是最养人的 也是最养心的 关键是最养他们的品德 这在今天的现实社会 真是难得的福气 如果一个家庭 或者一个社会 也都天天这样做 学做感恩的家庭 感恩的社会 感恩的民族 那毫无疑问 这样的家庭 这样的社会 这样的民族 就是世界上最有福报的 饭食之德 一周一范 当思来处不易 一周一范 当思来处不易 自奉必须简约 自奉必须简约 念刻切勿留恋 饮食约而经 饮食约而经 原书欲真修 原书欲真修 不贪口腹而滋杀生情 不贪口腹而滋杀生情 罗过白菜宝平安人生 罗过白菜宝平安人生 途中有剩饭 途中有剩饭 路上有鸡人 路上有鸡人 获饮食获坐走 获饮食获坐走 长者先幼者后 长者先幼者后 对饮食不简责 对饮食不简责 时事可不过责 时事可不过责 若衣服若饮食 若衣服若饮食 不如人不胜贴 不如人不胜贴 不明白传统文化的人 现在看了科学实验 终于才明白 我们中华民族 古圣先贤的伟大 真正是当之无愧的 人类瑰宝 早在千万年前 圣贤就教育我们 爱人者 人恒爱之 人只是一个代表 这个话的意思也就是说 只有爱天地万物 天地万物才会爱你 给你的回报 都是最美好的结晶 这部经典叫做李记 它的历史至少在三千年以上 翻开它的头一篇 第一句话就是 物不敬 安民在 也就是说 对世间万物 没有不恭敬有爱的 天下的人民 自然就会安定幸福 所以 人心的好坏 人们念头的善恶 才是决定一切的最根本 师父我们相信科学的这种理念 怀疑的理念 一两百年了 对一两百年不算多 他们比我们更多 他们差不多四百年了 我们接受才两百年 我们怎么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重新恢复信心 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在中国人讲 中国的后代子孙大不孝 在过去哪一个儿女不相信父母的 信心从哪里建立 从父母里建立 就孝道 哪一个学生不听老师的 所以 德行 自信的信德 最原始的点 就是孝敬 佛法里头第一句 孝阳父母 父母师师长 打了问号的话 你就完了 那就是不孝吗 不孝 大不孝 还是大不孝 这从前大不孝 在一般宗教里面 那都是地狱罪 这个不能不知道 那现代人会请教您 我为什么要相信父母 我相信科学 我相信真理 如果父母不把你养大的时候 你念身体都没有 你拿什么去相信科学 你细心观察一下 母亲照顾婴儿 全副精神 一时一刻不利 那种关怀 你不能不感恩吗 过去的人知道 现在人不知道 现在人照顾儿女 那种真诚 比过去是降低了 但是有啊 还是在啊 没有消失 只是减弱了 其实良心还是有 不是没有 人真正做错事 这些害人会回过 良心不难 人们并没有 把良心完全灭绝 那个人是有少数 那真真是少数 不能怀疑父母 不能怀疑老师 尤其是不能怀疑这个古圣仙 对 可是今天 教育丢掉了 真的是父不父 子不子 父亲不像父 儿女也不像是儿女 在孟子这部经典中 有一句千古名言 贤者以其昭昭 使人昭昭 昭这个字 就是通达明了的意思 也就是说 古圣先贤 自己先明白道理 然后 使别人也明白道理 但是现在呢 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就是现在的人 自己不明白道理 却要教人明白道理 也就是让糊里糊涂的人 去教育和引导别人 希望别人 能够通达明了 这不但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荒谬的 俗话说 以盲倒盲 就像让一个盲人 去引导一大群盲人走路 那样的结果 当然是危险和灾难性的 人生在世 第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引导者 就是父母和老师 如果他们本身 就不是明白人 完全不懂 也不学习 伦理道德 中华传统文化 这样的人生之路 将是非常可怕的 要说啊 这教育孩子 还真是一个人一个样 我记得小的时候呢 学校里的校训里就有 不打架 不骂人这一条 可是如今呢 却有家长鼓励孩子 跟别人打架 而且还用DV给拍了下来 边拍呢 还边为打架的孩子 加油助威 别看我踹 别跑别跑 踹 打 打 打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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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跳车起来 打他 跳车起来 打他 打他 这么厉害的 关心 要力 来 开车起来 打 打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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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我 踹 你要踹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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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踹 打 打 你怎么挺厉害的吗 怎么让他打呢 打了 打 打 快去 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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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点七 记住 打 打 开刀 打 开刀 起来 打几点 打他 打几点 你怎么挺厉害的吗 怎么让他打呢 哇气 喂 姨妈的 打了 打 打 快去 开刀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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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s 打 打 安全 都受得上了啊 爸爸有小时候就这么大脸出来的 都受得上了啊 都受得上了啊 爸爸有小时候就这么大脸出来的 没事 孩子打架 不打哪行啊 在下面就打架 还能打的 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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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事 还给你个妹妹 给你个妹妹 还行 你这不会啊 来吧 没事 你怎么捏衣服去 你不过来 打他 打他 还不行了 还这么招呢 来 真是给我浪费 我发现你 这两下子 咱一洗了 打 打 快打 打 来 停 开打 开打 爸爸有小时候就这么打脸出来的 这位坐山光回头的家长 是这个女孩子的父亲 等于说是鼓动着兄妹俩 往死里互相的打 他说他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从小培养孩子 不服输不气馁的精神 说真的这种所谓的教育方式 这不典型的误人子弟 最近江苏南京 说发生了论匪所思的这么一幕 说由于14岁的女儿 当街连山父亲是十余个耳光 这全把脚踢了 你看看你看看 这当爸爸他一直没还手 也没有生气 哎呀这这 这真不忍心看下去啊 眼前打人的女孩叫小静 今年14岁 来自安徽富阳 被打的中年男子是小静的父亲 面对小静的拳打脚踢 他不抖不闪也不还手 看人家年纪不大 这孩子干的事那可了不起 因为二百块钱没要到手 拿起刀把自己亲爹给捅了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小鱼 别看人长得粗壮 其实他才干满16周岁 7月4号晚上 小鱼在家门口拔出一把尖刀 通向了刚刚下班回家的父亲 原来几天前小鱼听说 自己的几个朋友要从外地来玩 就向母亲要二百块钱来招待朋友 结果被母亲拒绝了 郁闷的小鱼就在附近小店 买了瓶白酒 急口酒下肚 小鱼越想越觉得家人对自己不好 尤其是父亲动不动就又打又骂 一口气跑到叔叔家 拿了一把自己做的开口尖刀 准备和父亲拿一个鸟断 当时有没有人来劝你啊 劝了几个怎么样 没理想 不仅仅是手刃亲爹 小鱼当时还想给亲妈也来上一刀 因为涉嫌故意杀人 小鱼目前已被刑事拘留 他的父亲还在医院接受救治 索性的是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啥有孩子这样对亲爹的 一时气不顺竟然就想杀父弑母 哎呀真是个逆子 这要放在古代 你这都够千刀万剐 凌迟处死了 乌鸦懂得感恩 用反补来回报父母的养育真 可是呢 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位徐先生啊 他的行为和乌鸦比起来 那可差远了 他不仅不懂得感恩 还对生生父母非打击骂 看看这徐文昌老汉 满脸血迹走路一瘸一拐 要问徐老汉的伤哪来的 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 是他亲儿子徐赫军给打的 7月5号晚上6点来中 一家人正吃着饭 徐赫军发飙了 非要当爹的徐文昌给他跪下 并管他叫爹 如果不照做就揍他 在儿子的淫威面前 徐文昌屈辱的 双膝跪在了儿子面前 但徐文昌的委屈求全 并没有逃过劫难 脏心病狂的徐赫军 竟然对跪在他面前的老父亲 一顿拳打脚踢 可怜的徐文昌浑身伤痕累累 担心儿子再次施暴 老两口也不敢报警 最后是忍无可忍的村民报了案 徐赫军交代说 多年来父母一直依靠他的供给生活 他认为这是负担 所以稍不顺心 他就对父母非打击骂 有一次甚至打折了母亲的三根肋骨 看了刚才那画面 我真的是非常气愤 这个儿子真的是情瘦不如 人性敏灭 我们老话讲养儿防老 看来如果是遇到了逆子的话 养儿子还不不养呢 说的一点没错 当然我们也要反思的 这个逆子今天能够如此的嚣张 做父母的当初是怎么教育的呢 这样的儿子长大以后 对社会又会产生 怎么样的影响呢 所以啊 这两位父母 现在我们是既可怜 又可悲他们 是啊 养不掉 父之过 那希望 家有儿女的人们 看完了上面这条新闻 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好喝吧 那个树喝完咯 嘿嘿嘿 小雅肉 有些人都喝半瓶厉害 哈哈哈哈 这个树喝完咯 好吧 给我留点好吧 不关 不关你你关 都我买点 你又想喝自己买点 啊 喝一点 喝一点就完了 这还那么多的 我就喝一口 你看你喝多少了 哈哈 哈哈 小雅肉 一瓶瓶瓶瓶瓶瓶厉害 嘿嘿 亲爸亲妈卖孩子 这简直都耸人轻闻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也得说咱们少见多怪 那原来呀 在某些地区 自己生了孩子 自己卖 为了卖孩子 而生孩子 这早就不是什么个别现象了 警方解救14名被拐婴儿 个个都是被父母来卖掉的 真的是父不父 父亲不相信 不像父 啊 儿女也不像是儿女 啊 真的 像佛经上诉说的 是来暴门暴夜 讨债还债了 哈哈 是这么个关系 啊 那种亲情 亲爱的关系 没有了 啊 中国古时候这个大家庭 那种亲爱 精诚 他必须忍受 他要不忍受 这家就破了 家就不像家了 所以家规非常严格 做错事情 大的错事 啊 惩罚在祠堂 祖宗面前 是 全族人 全族人 是 宗法 对 是不是现在这些我们都没听说过 对 封建的被打倒了 对 被打倒了 被打倒了 所以说好的东西没有了 这个就是灾难怎么来的 与这个有关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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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如果人都能够有爱心 爱心是真心里头的中心点 你看神爱是人 上帝爱是人 佛菩萨大慈大悲 都是这个自信的原点 自信这个原点人人都有 我们要把这一点找出来 把它发扬广大 那就是神爱是人 你的爱是神爱 神爱是没有自私自利的 是没有厚此薄彼的 那是真爱 就是清净的爱 平等的爱 智慧的爱 不是感情 我们听到您老常讲 怀疑对身体也不好 那是很恶的一种能量 整个免疫能力崩溃了 你说你可怕不可怕 就是抵抗力没有了 什么样的病菌 都会侵害你 这个太可怕了 人自信心非常强 这病菌没办法侵入 我们最近一两年来 常常看到世界各地的报道 很多地面突然沉下去了 对 很巨大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欢迎 这是最近几年 世界各地所发生的 大地塌陷的事件 这些事件的发生 非常突然 非常奇怪 科学家 地质学家 都很难解释 在历史记载上 也极为罕见 但是按照古圣先贤的教导 这些现象就一目了然了 人们所想 所说 所做 都是极恶的能量 就是违背自然界的 伦理道德 物理学也讲到 量变到质变 这些极恶的能量 汇聚在一起 就会极大的破坏 周围的地质结构 所以科学家们 不敢想象 数以亿计的现代人类 如果用错误的价值观 去生活 它所爆发出来的 极恶的能量 达到一定的程度 人类所赖以生存的 地球和环境 将会怎样 这个也是怀疑 怀疑 对于大自然 是山崩 地下 陆陈 会远 这些人都有事情 大家都是这种想法吗 不错 都是有怀疑 敬随心转 敬随心转 就是您老家 圣经他连自己都没有信心 对任何人都没有信心 这个人就麻烦到了 怀疑并不是一种美德 问题大了 会带来大灾难 现在局势的人都会 谁都不相信谁 谁都不相信 您自己都不相信 他能相信谁 那么按照您老的教导 就是第一个要相信父母 第二个要相信祖宗 第三个要相信圣贤 对 真正第一个 是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对 所以人要自爱 你才会爱人 你要真正明白了 你会爱你自己 爱你自己的信的 爱你自己的美德 你说笑题中心 这是自己的自信 信得了 我能不爱吗 离义廉耻是信的 人爱和平是信的 你真的会爱 你爱你会表现在生活上 表现在你待人节无 不一样 你的世界是美好的 结果完全不一样 所以精神也心转 这是真理 这是事实 决定不假 我的心好 我的境界都好了 因为心慈悲善良 想杀你的人 到你面前 他的念头都消了 改主意了 他真的改主意了 就这个道理 力量很大 力量很大 师父您常常讲 每个人都是佛 对 佛经上也确实这么讲 对 不错 相信自己 头一条就是 相信 我的自信是佛 中国圣人 所以圣人 他们没见过命 古人所谓 英雄所见 大流相同 你看中国古人 讲人心本相 释迦牟尼佛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一个意思 那个本上就是佛 所以他们讲真话 他们不讲假话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是佛呢 有了妄念 有了分别 有了职责 就不是 凡夫要成佛 我把这个三样东西放下 放下妄想 放下分别 放下执着 大臣经常说 你成佛了 这个执着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贪嗔痴慢疑 我 不是 有我 这是梗 这个是妄念的梗 自私自利 因为有我 他就有自私自利 他就有贪嗔痴慢 您不是说要相信自己吗 要相信自己 这不是执着啊 不是执着 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是佛 对 相信自己 自己不是这个身 这身不是自己 这佛法讲的很透支 什么是自己 整个宇宙是自己 大臣佛法是一体 整个宇宙 祝佛如来 一切众生 跟我是一体 所以能跟爱 是真爱 没有条件的爱 一节是读 多节是义 也都不二 大臣经这些话 讲的太多 处处提醒我们 所以讲 同体大悲 为什么会对人 有怜悯心 有慈悲心 我们同体 你的痛苦 我能感受到 你的喜悦 我也能感受到 人 真正的幸福 就是一生 生活在快乐当中 这叫幸福 于地位不相改 于财富不相改 获得快乐 获得自在 这叫人生 人生最高的幸福 有很多观众 科学家也好 政治家也好 我们不知道这些领袖 向您要请教 重大的博士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顺带问这个问题 每次见到您老人家 您都那么高兴 那么欢喜 学佛以来 您有没有忧愁过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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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深入境障 为什么 他都给你化解了 都给你讲清楚了 凡所有相 皆是虚望 你欢喜 错了 你忧愁 也错了 那不是真的吗 跟弥勒菩萨 讲得多清楚 所有一切现象 都是波动产生 波动频率多高呢 一秒钟 1600兆 您正在收看的是 特别节目 大众最关心的答问 这个节目看到这里 我们提个问题 你看这儿有个杯子 现在我们跟大家说 这个杯子是假的 你有什么感受 这个杯子是空的 你有什么感受 你绝对不能相信 这不是说胡话吗 怎么可能呢 就是佛法常讲 一切法无所有 逼近空 不可得 什么叫逼近空 万法皆空 所以有些人就误会佛教 说他太消极了 你看 竟告诉人们 说这些都是空的 四大皆空 他是误会了 这不是消极 这是最有智慧 最究竟圆满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为什么呢 你看 师父老人家 在节目里 讲得多清楚 佛经上所讲 佛陀和弥洛菩萨的对话 告诉给我们 一弹指 生灭现象的真相 那么一弹指 用现在这个秒来换算 比如说 一秒钟有四次 五次弹指 最后换算出来什么结果呢 一秒钟 由一千六百兆 一千六百兆 一千六百兆 那么多次的生灭 一切万物 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个杯子 你看它 它摆在这 它不动 实际上呢 实际上它 刹那生灭 生了 灭了 生了 灭了 速度多快呢 生灭的速度是1600兆分之一秒 远远超出我们人类 所能见识的这个能力 超出这个范围 但是它真有 变化缓慢 有的变化快 有的变化慢 不一样 佛经上所讲出的这个结果 和这些年 你比如说像美国太空总署 量子物理学家们 他们所得出来的结论完全一样 他们证实佛经讲的是正确的 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道理实在太深了 我们不能不感叹佛法之伟大之高深 我们再跟大家讲 不但是佛法伟大高深 我们的先祖 如是道 儒家的 道家的 一样伟大 能举个例子吗 你看 老子的道德经 这个在群书之药里也有 被选到其中 道德经里就有这样的话 叫什么呢 大音牺牲 大象无形 什么意思 宇宙 自然界 最大的声音 什么叫大的声音 就是普遍存在 称之为大 到处都有 最大的声音 吸一声就是你听不见 这声音太稀罕了 你听不到 你说这个杯子 刹那声音 它有没有声音 有声音 能不能听到 听不到 为什么呢 太快了 你这刚要听 没了 这说话都太慢了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的声灭 你想那是多快的速度 所以说 它声灭的速度 我们 用我们的这个器官 是感觉不到 听不到 它刹那在声灭 这个速度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这个速度 你肯定看不到 你看的就是一个 不动的物体 它速度太快了 所以 道德经上 讲了这么一句话 大象无形 最大的形象 也就是说 普遍存在 所有物质 都具备的 这叫大象 无形是什么呢 哎 你看不到 它的变化 哎 你说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前面那个 后面这个 哪个是 你分辨不出来 无形啊 道德经 你说它是什么经典 我们体会 它就是用我们 中国大众 哎 我们能接受 我们能理解了的 语言 讲出来的 佛经 一样啊 而且 那个境界 这高 和佛经 完全一样 大印牺牲 你听不到 它有变化 你听不到啊 哎 大象无形 摆在面前 就是看不到 大象无形 八个字 告诉给我们的是 华言经济 你说中国的古生鲜鲜 你不赞叹 没话说啊 哎 所以说 宇宙人生的真相 在如是道的经典 都讲得很透彻 虽然老子和释迦牟尼佛 没有见过 但是 他们都是圣人 他们所正得的境界 所流传下来的经典 告诉给我们的宇宙人生 真相是一样的 哎 而且被现在量子物理学家 统统证明了 虽然现在科学家 还很吃力 还正在实验 但是我们相信 方向是对的 以性控物嘛 啊 你看那个科学家 布兰克 他讲 物质 本来就不存在 跟 美国太空总署的结论一样 物质是不存在的 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哎 它是由念头 由意念组成的 你看看 一切法有心想生啊 这是佛经上写下来的 三千多年前 释迦牟尼佛讲的 你能不相信 佛教吗 你能不说 释迦牟尼佛是最伟大 最究竟圆满的科学家吗 哎 你能说佛经 它不是科学的典籍吗 换句话说 现在的科学还证明不了佛经啊 它只能证明一点点啊 你就知道 佛陀的伟大 如实道的伟大 我们古圣献献的伟大 五年前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的一个报告 就是讲物质 所以物质是无中生有 先发现这个 它物质不是真正存在 无中生有 那么虽然生的这个 无中生有生的这个物质 这个物质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 几乎是 说生它就灭了 我们常讲 生灭同时 用这个来形容它 是很接近 那我们所看到的现在 这个物质现象呢 这是这个现象的相续相 就如同我们看电影 在荧幕里面看画面 那荧幕画面我们晓得 这个电影现在放映的速度 我以前玩过这个小机器 十六米的小电影 我喜欢玩这个东西 一秒钟 二十四张地平 它有两个速度 慢速度是十八张地平 一秒钟 它就换了二十四 尽头开关二十四次了 那么佛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这个宇宙 这个宇宙 它的速度多大 人亡经上讲 一坛纸 一坛纸的六十分之一 叫刹那 叫一刹那 一刹那里面呢 有九百生命 那么换一句话说 那我这个坛只要坛速度快一点 特别坛四次 那四乘六十 再乘九百 刚刚好 两个十万八千 换一句话说 二十一万六千次 那也是我们像电影放的 一秒钟放二十一万六千张的这个片 你能看出的是假的吗 对的 就变成了一个不动的物质 对对对对 所以是物质它不是存在的 所以不是 我们所看的是像许像 你完全你看不到的真相 那么佛告诉我 什么人能看到真相呢 在大乘教里面 八地菩萨 八地菩萨 那个定身 甚深禅定 所以极其短暂的生灭 它能看出来 您的意思也就是说 既然不是永恒不变 一定是有生灭的 对生灭 我想大家都看过电影 影像现前了 一看在眼里 有的时候看着笑 有的时候看着哭 电影有没有过时啊 没有过时 他什么都没有啊 影像 那不是真的人在表演的 那是个影像而已啊 为什么这个影像 就勾引你自己的情绪呢 你就被它所转了 那你太可怜了 它没有过时 过时在你自己啊 它不过是影像而已 梦幻泡影 假的不是真的 只有一个萤幕啊 多半是用博布做的 它不是真的人 假的 你被它迷惑了 你上当了 你去齐心动念 你在里面造业 真正明白人 这是梦幻泡影 你知道这个画面是假的 然后晓得 整个世界 这一切全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金刚经上所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望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那么你看到也好 听到也好 你心地清净 如辱不动 一尘不然 你就入这个境界了 入这个境界的人啊 不着意 天地清净 此度 那么在您看起来 现在科技高度发达 大家相信科学家 那代表了人类最高的智慧 这个最高的智慧 在您看起来 我们人类目前所认识的 整个宇宙的真相 达到百分之多少了呢 没有达到 永远在零那个地方 没有进一步 百分之一都达不到吗 达不到 为什么呢 梁肃明他学佛 他都知道 大臣教里面 讲这个六道里面 六道里面 人的智慧比不上天 天比我们聪明 天有神通 天有武通 路径通没有 其他都有 他能飞行变化了 他能分身呢 比我们能力强多了 佛家讲的智慧 是将禅定 科学家没有定功啊 定身会 会才能解决问题 会解决问题是自然的 就是本能 所以佛家呢 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 是本能 用不着学啊 你只要把你障碍去掉 现在人心浮气躁啊 把你的本能呢 完全障碍住 所以科学家说 他没有离开妄想 没有离开分别 没有离开执着 那么换句话说 对于宇宙的真相啊 他没有办法了解 那如果有一些老师或者是学生 请教您这个问题 说人类认识的程度 只有百分之一都不到啊 对 那么崇尚的这个科学 在您看起来是什么呢 佛经里头有科学 有科学 在哪里呢 就在眼前 因为1600兆 频率太快了 看不见 就在眼前 没离开 听不见 频率太快了 他虽大的阴身 但是1600兆分之一秒 还没听见不见了 就没有了 而且那大声啊 色相啊 就在眼前 很多人呢 很羡慕您了 就是没听过经教 看到您了 也特别羡慕 学佛六十多年 从来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 我们也能达到这一步吗 能 人人都能 问题就是你肯放下 你把忧愁放下 把痛苦放下 把人家的毁谤放下 把人家的陷害痛痛放下 我们前两天还看到一个 一位老太太 80岁了 来向您老请教 我很痛苦啊 我怎么办呢 就是啊 他怎么放下 师父 他很难 为什么 他的自信心太强了 他都认为他的都是对的 别人都是错的 那这就苦了 错误的见解 对 这个东西就苦了 所以苦落是自己找来的 你的思想是正面的快乐 负面的就痛苦 负面的 你于信德是相违背的 这些想法和信德是违背的 相违背的 痛苦的根源 没错 所以 无声仙经教给我们 要随顺仙德 就是今天的话说 随顺大自然 那就快乐了 不要我一辈子 我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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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们怎么才能放下那些错误的观念 科学家也要问 我们四百年了 三百多年了 错误的观念 我们怎么放下它 因为没有了解到四十真相 真正了解四十真相 不必劝你 不必劝你 你自然放下 你不再执着它了 要不要关怀呢 要关怀 关怀没有执着 照顾没有分别 这是用智慧 不是用感情 用感情就错了 你了 用智慧就错了 佛法 老祖宗教人 都是教智慧 要离智 不能用感情 你看五常里头 这是基本的德行 仁义离智行 人决定要爱人 为什么? 人我是一体 你看人子 两个人 想到自己 就想到别人 己所不语 物识于人 这是随神性的 叫人一人 那一种爱 就是神圣的爱 是真爱 那不是假的 凡夫一般人的爱 里面掺杂了感情 掺杂了欲望 很多读书都成立的 感情也是读书 读书啊 说我们俩感情很好 是读啊 读啊 读啊 感情转变成智慧 智慧跟感情是一种事情 觉悟的感情变成智慧 迷了智慧变成感情 那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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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就会造成渊源相报 为什么呢 你那个爱里就有占有 有控制 会产生这些东西 他要不如你的意的时候 你的发尿就起来了 甚至于杀害他 佛法里常讲的情指 对 情指 但是真正爱他的时候 他就是做错事情 也会原谅他 也会不许计较他 知道什么 他为什么会做错事情 他迷了 智慧没开 智慧开了 不会做错事 请教您老到现在 其实也没多长时间 也就是半个多小时了 我相信很多观众都有同感 科学家也好 那些政治家也好 您老句句 都让人开窍说这个话 而且很多我们都是 真是闻所未闻 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 确实有很多人 一直在听您老的这个 每天的这个直播 嗯 那么确实有很多 就是不学佛的人 他们也有这种感受 就发现呢 在很多这个灾难之前 尤其是重大的灾难之前 您老都会在讲经教学当中 来提醒他 那么比如说 最早的像六年前 和谐拯救危机第一步 我们采访您老 您老有很多的这个警告 非常齐和现代人的根基 唤醒大众 快快去 远海的这个都市 统统会被引起 那后悔来不行 那相信的人得救了 自认为那是迷信不信的时候 那你后来还是过有过的硬骨 啊 这个是决定没有办法讨论讨论 讨论讨论 自己要吃尽苦头 到整个世界毁灭的时候 叫天天不应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后悔莫及了 人一定会走到这条路上 到灾难一爆发 后悔来不及了 那来不及了 那后悔莫及 现在是什么时代 劫难当劫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救自己 只有念佛 除了念佛 别的法门来不及了 这科学家推断 如果这个爆发的时候 非常可能引发地球上的火山爆发 地震跟海啸 它那就确实会造成严重的灾难 伦理没有了 道德没有了 英国没有了 宗教没有了 法律也没有 都钻法律的漏洞 法律不作用 那是限制好人的 权威也没有了 我们中国人讲 皇上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老天要收人 这就是灾难陷阱了 老天时候人就是灾难陷阱 大灾难过后 人都会清醒过来 这个灾难 比如说 今年灾难死一百万人 明年会死两百万人 后年会死四百万人 贝贝正常 到死差不多的时候 人就救护了 都回头了 束手无策 你怎么办 然后的时候 你看看宗教 古神仙仙天天来讲 过去认为了是曹伯 那是应该丢弃的 现在回头再想想他们的话 你还敢说他是曹伯 到最后的收场 就是大自然来收场 来处理这个问题 你现在国家没有能力干预了 受不了收拾不了了 法律也不行了 这个能力道德都没有了 他不要了 他不会接受了 那就是灾难了 大自然要毁灭它 他自己就灭亡了 大灾难来的时候 抗拒不了 能力对你 不起作用 道德对你 也不起作用 因果也不起作用 佛菩萨的教诲 圣贤的教诲 嗤之以鼻 认为这个都是错误的 封建的思想 落后的思想 在这个环境 最后是老天来收拾了 今天社会懂了 地球上的灾病 那就是算总账了 希望在这个时候 能就能回头 那么我们今天遇到了 算总账的时辰到了 在这个还未来临之前 种种的灾病 都是上天对我们的警告 讲多了 没有必要 来不及了 那么这些果报不献情 众生不知道 献情就来不及了 苦海无边 那么现在还在迷惑电脑 不断在继续造作 地球上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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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elp of the helpless may let comforts me Help of the helpless,O abide with me Abide with me The help of the helpless may let comforts me 您老人家对全世界大众还有哪些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听经念佛 实际上念佛比听经还重要,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为什么要听经呢? 你明白了,念佛的效果很大 你不明白有效果,达不到那个高峰 关系在这里 所以佛菩萨慈悲 没有一个佛菩萨不讲经,不教学 没有的 其他宗教也是 对 其他宗教里头,有一些会涉及到政治 佛法没有 佛法完全是私道 从前有些高僧大者是帝王寺 等于是皇上真的,他是白老师 爱皇上的老师 也是皇上的孤儿 从来不干预政治 你以问题来问更加大 决定不参与 师父,现在这个社会 全世界来看,要是没人来问,那老百姓就苦了 对 是这样 师父,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下年老请教 也只是这些学佛的同修能听得到 那社会大众听不到,我们很着急 对 这个着急也没有处 首先 要自己能够 应对这个灾难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自己不能应对 怎么能帮助别人 用什么方法 认真 老实念佛 决定有效果 老实念佛 对 你有这样的慈悲心帮助别人 念佛也能够开悟 更佛菩萨也会产生感应到教 真正到极难的时候 会有人来指定 会有人来教你 这就是 师父就是您老常说的不可思议的感应 不可思议的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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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至诚心 至诚感同 真正到极处 真正到极处 就通了 障碍就没有了 大乘佛法未变的 就是至诚心 所以 发菩提心 这就是大乘 菩提心的体 就是至诚心 观无量寿佛经常说的 至诚心 对自己 就是清净平等与俱乐 真诚心对自己 自己清净平等 据耳而不明 对待别人 大慈大悲 师父我们知道一直以来 很多的国家政要 包括像联合国 这些机构 他们都向您老来请教 各种重大的问题 那么他们要问 我们是外国人 我们也 我们的民众 念阿弥陀佛也行吗 行 念上帝也行 念真主也行 你信念哪个宗教 你就念你宗教里的一生 要支撑 感到 感到 都一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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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我们看到这个科学家的这个光盘 上面有个标题 叫世界末日开始倒计时 那么其实关于人类这个大劫难 很多人就说 99年之前就有了 对 但是一直到现在 13年过去了 都是上天慈悲 众神慈悲 一再地业 一拖延 拖延的目的是什么 是希望大家回头 有人就想问您老 真有这个人类大劫难吗 13年了没有 不是没有 这不是跟你讲的拖延 延到现在 如果这13年 人要真正觉悟 断悟修善 这灾难就没有了 可是问题呢 这13年 不但这个灾难拖延 人没有觉悟 人迷得更深 因为这是假的 因为这是 这是原家造谣生死 反正他们也不在世里 也找不到他 洛查丹玛斯 对 预言家 科学家也讲 对 所以这个真谛 是上天的慈悲 不希望这个灾难来的时候 你伤害这么多人 上天慈悲 希望你救了 我们明了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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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能再拖 为什么呢 再延长一年 罪恶不知道增加多少费 他在天天在增长 这不得了呢 那结果会怎么样 那结果就是 越往后 灾难越严重 古报 现在报还得轻一点 再过几年就更多 就像那个病要早治一样 大众最关心的答案 那居住地球上人 今天再造一 五指线地再造一 您能叫灾难不发生吗 去祈祷有没有用 有用 真诚心祈祷 祈祷是治标不治本 大灾难时候祈祷 会把这个灾难退后 现在都不爆发了 或者爆发的时候 爆发很轻 不严重 这祈祷有了一下 灾难没有了 过了几天 人就怀疑不相信了 根本就没有灾难 你们那个祈祷是假的 说灾难化解 归功你们 你们胡说八道 都不相信了 于是造卧的时候 越来越严重 这又来了 那越往后引 灾难就越严重 为什么 这累积的 我严嘛 越深嘛 爆发就越严重 就这么个道理 现在很多灾难 都应该是在99年 2000年发生的 那个时候 全世界人祈祷 古老的预言上说的 世界末日 我相信 每一个信仰宗教人 都会为这个祈祷 退至了 退至了 退到现在爆发了 现在的信息传过来 如果大家能够相信 认真地祈祷 2012的灾难 没有了 没有了 大家又会说 这假的 不是真的 的 瑪雅预言是错误的 大家拼命在造物业 过几年又来了 更严重 就没法子了 所以也有预言 所以也有预言的说 我听说 2012不是最重的 现在开始 今年是灾难的开始 今年是灾难的开始 小规模的 明年会严重一点 不是最严重 最严重应该是 一三一四 在最严重 祈祷化解灾难 我们不是不战争 知道它有效 但是它有负作用 副作用很可怕 好像治病一样 表面上治好了 病根没有拔除 再拖几年 更严重 到最后是无药可治 这个道理大家很容易懂 所以治病要把根 病根拔掉 祈祷不能拔根了 拔根是什么呢 拔根就是要用神仙教育 与信得相应的教育 那是治本 是拔根 古时候遇到这些自然在变 人会反省 会思过 会忏悔 会改过自行 那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 所以从根本上解决 是圣贤的教育 是宗教的教育 但是现在宗教都一昧走上祈祷 把宗教教育 收获了 我去年讨论 我去年访问凡帝刚 跟教皇见了面 那 教皇指派 陶然 输给主教 那 跟我们在一起交流 他们也谈到 地球灾变的问题 那 那 我是给他建议 我们 每一个宗教 都应当把宗教教育 恢复起来 这才是知本的方法 这才是知本的方法 啊 他们有尽能接受宗教教育 我相信 良心都能换起来 啊 这才是真正知本的办法 啊 不然 这个灾难无法被灭 啊 啊 这些主教们 也都能够接受 啊 希望 我们要快速度的落实 不能再拖延 拖延来不及了 啊 啊 赶快 落实 师父听到这里啊 很多人确实想问这个问题 您老也原谅我们这个愚痴啊 您老总说这是上天慈悲 一再把这个大劫难 从往后推 对 推迟了这么多年 大家的这个知识范围啊 有限 那天呢 地啊 他们是 自然界 他们怎么会推这个呢 会 他们没有 也会 现在 量子力学家发现 啊 所有物质现象啊 都会听 都会看 都懂得人的念头 那酱本身水 实验不是做出来了吗 像这样爱和感恩的实验 早在1999年就开始了 实验的对象是日本第一大湖泊 琵琶湖 那个时候它被严重的污染了 每到夏天 大片外来的水草覆盖湖面 腐烂而且恶臭 这种情况长达20年之久 这就是当时的新闻报道 1999年的7月25号清晨 350人聚集到琵琶湖畔 对着湖水开始祝福祈祷 这是当时97岁的严谷信男老先生 带领大众念诵感恩词 在祝福之后 结果奇迹发生了 一个星期之后 持续了20多年的腐烂水草 莫名其妙的不见了踪影 湖水变得清澈干净 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了半年之久 一直到第二年 很多的媒体还在报道 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是藤原湖的水 它的水结晶原来是这样的 经过感恩和祝福之后 它的结晶变成了这样 一次一次的实验 一次一次的证明 人心的力量真的不可思议 你看在水瓶上贴上河掌 水的结晶就像河掌 贴上印度教 水结晶无比的柔和统一 贴上犹太教 水的结晶也像这个标志一样美好 贴上拿摩阿弥陀佛 结晶就像护身符 这是贴上了耶稣基督水的样子 伊斯兰教唯一的真主阿拉 有很多美德 给水贴上至圣的美德 这是全能的美德 瑞智的美德 瑞智的美德 仁慈的美德 公正的美德 这些水结晶的反应 好像比看到了什么都欢喜 都高兴 都美好 再给水来听一听日本民歌 它的结晶如同樱花一样美好 现在再来听一听大都市的车水马龙和工地的噪音 水的结晶马上变成了这副样子 再来听听现在的流行乐摇滚乐 水的结晶就相当难看 它难看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工地的噪音 看来疯狂而刺激的音乐 连水都难以忍受 所以当我们看到现在许多人 疯狂地迷恋着流行音乐和刺激的音乐 实在让人感慨 不知道这些人身体里的水分 已经难以忍受到了什么程度 已经扭曲成了什么样子 如果他们还不知道 真的可以请他们来看看 这些科学实验和照片 我们现在看懂了 心存孝涕忠信 理义廉耻仁爱和平的人 是最有福报的人 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物质的结构分子的结晶一定非常美好 用科学家的话叫磁场很好 用中国老话叫气场好 原因都是那个地区的居民 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 人人存好心说好话 行好事做好人 观看到这里人们才明白 的确人们的想法说出去的话 和所作所为 通通都是能量 这些能量如果是符合天道人道的 叫做善的能量 违背天道人道的叫做恶的能量 善的能量能让你周围的一切更美好 恶的能量能毁灭掉你周围的一切 这个道理已经被 现代量子物理学的科学家们 证实的确如此 这位科学家叫迪恩·莱丁 他是哲学博士 在原子科学研究所任高级科学家 他说最高端的量子物理学认为 人的思想一直在影响和改变着周围的世界 所以人的价值观正确与否实在太重要了 这位老科学家是威廉姆·蒂勒 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他们曾多次做过一个试验 请四个人用心里的意念冥想 可以改变水的酸碱度、PH值 实验结果每次都能改变 四个人用心里的方法 他们成为它是一种祥物的空间 用于心的清洗方法和意志 我们开始发生新的发生 就是机器的工作 就是平常的 pH 开始升一整的 pH 如果是一整的 pH 如果是一整的 pH 如果是一整的 pH 或者开始降低 如果你一整的 pH 或者是一整的 pH 或者是一整的 pH 或者是一整的 人就会死 这是一个人的意思 这位是理论物理学的科学家弗莱德·阿兰·沃尔夫 他一再强调 人们的想法对周围世界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位是迈克尔·莱德维特 他是爱尔兰·梅努斯学院的教授 他告诉人们 你怎么对待世界 世界就怎么对待你 这位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科学家 叫约翰·哈格林 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 同时他还是圣贤大学的物理学教授 他告诉人们 人和万物都是相关联的 你和我是一体的 威廉姆蒂勒·蒂勒教授再次提醒人们 周围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人类必须做正确的事情 他讲的很像是中国的老话 不能怨天尤人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我们都在創造的未来 我们都在創造的未来 我们都在創造的内容 我们都在創造的内容 科学家最后提醒人们 人类的想法和做法 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周围的世界 因为我们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体的 我可以影响我的环境和人 我可以影响空间 我可以影响未来 我写 eux是一体三个 matter 我写了数条件 我和自己图库 而不一万把所分之一 我不一旦是有一学 我也自我自在各自一世 广告中多传媒 的 宣传 Did 我们德阳 互互互互互互 large 广告中 人类和万事万物 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中国古人告诉我们 万物有灵 几千年之后的科学实验 才让我们终于相信 老祖宗说的是真理 万物有灵的意思是 世间万物都是活的 都有灵性 山河大地草木鱼虫 没有一样不与人的内心 息息相通 息息相关 所以圣贤教育我们一定要慎毒 慎毒就是独自一人的时候 尤其要谨慎小心 不要以为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胡作妄为 不要忘了 你周围还有家庭环境 社会环境 自然环境 这些通通都在看着你 听着你 你的所思所想 所作所为 把这些环境全部破坏了 这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 慎毒 更深一层的意思 而非常可惜 现在的人完全不懂这些了 人心的力量 不但影响自己的身体 还在无时不刻地改变着周围的世界 人心要是好 周围世界的一切物质结晶 都非常美好 表现出来就是和谐 人心要是坏了 周围世界一切物质的结晶 都会非常丑陋扭曲 表现出来的就是磁场和气氛 非常的不好 看不到和谐美好的景象 因为破坏了自然的结构 还会爆发各种自然灾害 如果要问为什么 现在通过科学试验 科学家们给出了答案 人心的力量 每天都在改变着世界 自然灾害的爆发 和人们的伦理道德 有直接关系 到2011年的10月份 地球上的人口 就达到了70亿人 不要说70亿这样的天文数字 就是10个亿的人们 每天的想法 说法和做法 如果都是恶的 都是错误的 换句话说 违背伦理道德的 不孝不惕 不忠不信 违背礼义廉耻 破坏仁爱和平 那么它凝聚起来 所产生的力量 对这个世界的破坏 简直不可思议 就像刚才的水试验 同样的道理 如果把这个世界 就比作那杯水 那么生活在世界里的人们 他们每一天的想法 说法和做法 也就是这些信息 如果是极差的 狠恶的 违背人性的 不孝不敬 违背伦理道德 可想而知 全世界这一杯水 它的结晶将被扭曲 和破坏到什么程度 所以天地变化 气候反常 地质性灾难 甚至各种意想不到的灾害 也就不断地爆发 这就是人类 在地球上 每天都在进行的 水试验 让我们来冷静地看一看 这些画面 这就是一个城市 或者一个地区 人们每一天 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科学家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都像能量块 身上充满了能量 我们说的话 做的事 包括心里的想法 通通都是能量 每天都在向外散发 这些能量 如果是违背天道天性 人道人性的 当然都是极恶的能量 贪婪 傲慢 嫉妒 浮躁 怨恨 麻木 自私 冷漠 颓废 空虚 无聊 疯狂 欺骗 竞争 斗争 战争 恐怖 纵欲 堕落 无知 张狂 等等这些 极恶的能量 正在极大的破坏着 我们周围的世界 相由心生 静 随心转 人心的力量 能彻底地破坏 大地的物质结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最近几年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地塌陷的事件 这些事件的发生非常突然非常奇怪 科学家地质学家都很难解释 在历史记载上也极为罕见 但是按照古圣先贤的教导 这些现象就一目了然了 人们所想所说所做都是极恶的能量 就是违背自然界的伦理道德 物理学也讲到量变到质变 这些极恶的能量汇聚在一起 就会极大的破坏周围的地质结构 所以科学家们不敢想象数以亿计的现代人类 如果用错误的价值观去生活 它所爆发出来的极恶的能量达到一定的程度 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和环境将会怎样 所以全世界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们相信 像这样的场面是有科学道理的 因为人心的力量已经把自然界破坏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大地的结构已经被彻底破坏了 所以大地的沉沦 天灾人祸的出现 和人类的所作所为 尤其是和人类的价值观 有着最直接的最密切的关系 所以科学家们提醒观众 当观看这些电影的时候 就是应该觉悟和反省的时候 如果仅仅把它当作是娱乐 那就实在太可惜了 我们还记得八十年代 那几十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他们在联合国开会得出的结论 今天看来是相当明智的 解决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问题 只有中国的如是道传统文化 因为只有在中华传统文化里 人们的念头 人们的想法 说法和做法 才是符合人性的 孝涕忠信 礼义廉耻 仁爱和平 换句话说 是符合人性天性的 他们发出的波动 是善的波动 善的能量 善的信息 可以把人类世界 带到美好 和平 幸福 安乐 所以 二十一世纪必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纪 因为人类走到现在 除了恢复人性 恢复和谐 恢复平衡 恢复人和人 人和自然 人和自己的正常的关系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我看到这个报告我就很喜欢了 我到社交物品 跟他联络 跟他联络 就联络上 请他到澳洲 来给我们当场表演一下 他来了 以后我到北东京去开会的时候 我两次参加的 实验室 实验室很简陋 很简单 真的不是假的 我告诉他 不只是谁 会看会听 懂得人的意思 任何物质现象都会 像这个树叶也会 桌子会 这个树本也会 修兰博斯到我这儿访问 在我的摄影棚告诉我 天花板会听 地板也会听 墙壁也会听 桌子板的通通都会听 那个海啸 大海也会听 会听会看 懂得我们起心动力 为什么 这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 精神跟物质不能分开 再小的物质现象 都有 你看到 弥勒菩萨 跟释迦牟尼佛对话 这段在经文里头 三千年轻家里 佛问弥勒 心有所念 凡夫动一个念头 这一个念头里头 有几念 有几项 有几项 有几实 你问这个问题 他的原话说 心有所念 几念 几项 甚也 有项 有实 有物质 有精神 对对对 不说 不说 佛已经肯定了 你看这么清楚 弥勒菩萨回答的时候 这一堂值 有三十二亿 百千年 三十二亿 百千年 这是一堂值 百千十万 单位 三十二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这一堂值 三百二十兆个念头 这一堂值 三百二十兆个念头 每一个念头 都有现象 念念成形 形就是物质现象 物质现象这么来 是从念头产生的 本来没有物质 但是 形结有实 每一个物质现象里头 都有受想形式 都有精神现象 都有精神现象 会看会听 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 才悟到了五蕴 心经常常念的 观自在菩萨 照见五蕴皆空 原来我们都不知道 五蕴的意思 认为五蕴是一个人生 色受下心 对 身体是色 感受 知道有苦痛 知道有欢喜 这是受 因为有思想 能想前想后 能有记忆 实际说 我们记得过去 我们也能想未来 因为有这些东西 心经说都是空的 对 都是空的 现在想的是 他讲的是 是那个一念里头的 那个念头 不是讲这么大 这个多少了 这是不可思议了 对了 明白了 一念 对 一念里面所产生的 这个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自然 是一念里的产生 那个念那么微细 那现在我们是用秒做单位 那一秒钟 一秒钟的时候 我相信有人谈到五次 那再乘五 就变成 一千六百兆分这些秒 在这个速度 频率里面 我们的眼看不见 所以这个变化在哪里 就在眼前 眼看不见 声音在哪里 也在眼前 我们耳听不见 因为它太快了 这才叫真相 大臣讲的是什么 大臣讲的是宇宙的真相 师父您说 在大劫难来临之前 人们知道这些真相 有什么好处 有好处 有好处 不经不不 我是假的 没有恐怖 对 而且知道什么 知道我灵不灭 您说的灵就是神识了 对 不灭 神有神灭 灵没有神灭 所以心境后边讲 就无有恐怖 无有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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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有恐怖 你是灵在那来了 我们一生阿弥陀佛 你就看到佛来进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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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身体就像脱掉一件衣服一样 没错 真我那个神使 对对对 不错 不错 到极乐 不错 所以生死不怕 死了以后到哪里去 这个问题是大问题 您正在收看的是特别节目 大众最关心的答问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孩子们的玩具很多 有一个玩具很好 就是套王 大家看到之后 可以用他提醒自己 你看 外边这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自己这个 他是假我 里边呢 他还藏着个真我 就像套王一样 人去世之后 这个身体坏掉了 假我坏掉了 还有一个真我 他离开这个身体 他又去找一个假我 他又住在里面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佛法常常给我们讲的 身体就像一个房子一样 坏掉了 你又要搬家 他是个假我 真我是什么呢 真我是我们里边这个神使 是不是真的呢 他还不是真的 他如果觉悟了 就是真我 他要是迷惑了 那还是个假我 神使还是假我 所以很多人讲 那叫灵魂呢 那他不灵 他是游魂 谁说的 孔老夫子讲的 你看周易西四传里面就讲 精气为物 游魂为变 两千多年前 孔老夫子就讲过这个话 你说孔老夫子 他不是科学家 也说不过去 他都知道啊 游魂为变 所以 假我后面还有一个假我 那个假我是什么呢 就是游魂 游魂觉悟了 就是真我 所以我们看到套娃 常常提醒自己 拍拍自己的身体 假我 假我 不要把他当真 你这世叫这个名字 前世 来世 都不叫这个名字 你不是这个样子 这次怎么样呢 这次是愁长夜报 佛经上常讲 以身愁业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 看得破 放得下 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看得破 放得下 指的就是第一个 看破自己 这是个假我 真正的自己 是自己的自信 是自己的本性 那个不是物质现象 也不是精神现象 也不是自然现象 那是真正自己 身有身老病死的变化 它是假的 不是真的 如果人的身体是假的 因为它会衰老 会坏掉 死掉 最后消失掉 那么什么才是真的呢 也就是说 人的什么 才是不会衰老 不会死掉 永远存在的呢 在生命科学领域 人包括各种动物 为什么是活的 这种生命现象 到底是谁给予的 至今还没有答案 比如人的身体 是由许多神经控制的 神经又是由大脑中枢控制 那么又是什么 在控制大脑呢 这个神奇的力量 是什么 在哪里 是什么样子呢 人死亡时 大脑 神经 血液 器官 一切都停止运转 那个神奇的生命之源 又去了哪里呢 在中国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 早就给出了答案 我们中国人称它做灵魂 西方人称它做心灵 名称不一样 都是一段事情 这个不生不灭 不会跟着身体的生命之源 孔老夫子在《易经西词传》里面说的很有道理 他说有魂为变 他说有魂为变 尽其为无 这个世间动物植物 矿物 动物包括我们人 从哪里来的 《易经》上这两句话了 说明啊 这个四十真相 所有一切动物呢 由魂为变 植物跨物呢 精气为无 讲得很高明啊 跟佛在经典上讲的 用的言语不相同啊 意思相同 我们不能不承认 那不是凡人 凡人呢 说不出来的 灵魂 佛家称它做神识 驾驭这个身的人 那才是自己 就好像现在人开车 那个汽车呢 就好像是我们的身啊 那不是自己啊 自己是什么 在里头开车的那个人 是自己 车开坏了啊 可以报废啊 再去换一个新车 开车的人 不会跟那个车一样坏掉啊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身体是个假我 那个生命之源才应该是真我 也就是佛法所说的神识 为了形象的说明这个问题 这种叫套娃的小玩具 可以用来当做道具 打个比方 佛法 他不是无知 他不是无知 所以他没有形象 他是什么样子呢 样子可以体会 佛法在这种意义 佛法在经上告诉我们 在眼越见 这就是他的样子 我们的神识 或者说是灵魂 在眼呢 他能见 在耳呢 他能听 在鼻呢 他能嗅 在舌呢 他能尝 我们这个身体 见闻觉知的作用啊 从这个作用上 你就能体会到 在论员会上 波斯尼王 向释迦牟尼佛请教这个问题 佛举了个比喻 叫他自己去测验 他说戴王 你第一次 见到恒河 是什么时候 他说是三岁 他说我现在六十二岁 他说你六十二岁 你再去看看恒河 跟你三岁看恒河 是不是一样 你这个见的能力 是不是一样 他是一样 然后佛就问他 他说你自己想想 你六十二岁 比三岁的时候怎么样 我说那老很多了 佛就告诉他 身一年一年再衰老 他有变化 你见恒河那个见 你这个六年 六十二年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是永远存在的 会变化的是有生灭的 没有变化是不生不灭的 波斯尼王从这里恍然大悟 他才知道他自己有一个真母 不生不灭 他很欢喜了 知道什么呢 什么叫做生死 生生死 灵性不生死 细心呢 你从这个地方去吃饮 你就能够明白 那也许有人问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眼里很好啊 很小的东西我能看见 现在老了不行 要戴老化眼镜啊 戴老化眼镜看得还是很清楚 证明你见的能力没有变 你这个眼睛工具出了毛病了 不是你的能力见出了毛病 能力如果出了毛病 戴上那个老化眼镜还是看不见 那就是你见才能出了毛病 戴上老化眼镜还是一样看见 我这个见没有问题 没有出毛病 眼根出了毛病 耳我的文性也很好 现在年老了耳聋了听不见了 耳根出了毛病 又不助听器也听见了 证明啊 你的能力没有改变啊 这个身体是机器 机器用老了到处有故障啊 毛病戳在这里 不是戳在自己的本能 我们从这些地方要细心体会 我们每一个人跟佛菩萨一样的 自己确确实实不生不灭 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没有诸佛菩萨那么大的智慧 那么大的能力 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己 换一块不认识自己啊 诸佛菩萨慈悲教化了 没有别的 教父教化我们 认识自己而已 你什么时候把你自己认识清楚了 搞明白了 佛的教化就圆满了 就如此而已啊 人去世后 神识离开这个身体 因为神识不是物质的 和人类所生活的三维空间不同 属于另一个维次空间 所以现有的科技手段 还无法观测到 但是古今中外的点击文献上 都记录了很多 关于神识离开身体的情况 这是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一个纪录片 在那次地震中 一夜之间 有二十多万生灵遇难阵亡 其中一位幸存者 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当时在废墟下 他已经昏迷 濒临死亡 但却发觉 自己和很多的人 正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唐山地位党校 被专时杂晕的李润平 产生了幻觉 陷入一个黑洞 这个黑洞呢 就是说让 很紧 很小 人们都在往一个方向走 往一个方向走 而且这种走法 自己觉得很漂亮 脚踩不着实力 人们在走的同时 没有 不打招 幻觉中的李润平忽然觉得有人在拽他 他惊醒过来 惊恶地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板上 四个人正抬着他走在路上 李润平就这样获救了 这种神石离开身体的情况 在民间被称作灵魂出窍 应该在生死交接时出现 确实很多经历过大难不死的人们 有这种体验 佛法讲 神石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像一个大仓库 人这一生所有的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就像一粒一粒的种子 全部都被放进了神石这个大仓库里 比如 人的一个善念善行 哪怕极小的 也会被神石含藏起来 相反 一个极小的恶念恶行 也会被神石含藏起来 人这一生的所作所为 就像不停地在往自己的神石里种种子 种到最后 有的人 这个大仓库里 善的种子远远多过恶的种子 有的人则刚好相反 临命中石 决定性的时候到了 佛法讲出了原理 种业先迁 比如恶的种子多 也就是恶业力量种 神石自然就会被恶业最先牵引着 到恶道去投胎受报 所以这样两种神石的前途和命运 怎么可能会一样呢 明白了这个原理 自然会想起中国的那句古训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做善做恶 何去何从 悉听尊辩 但账都是记在自己的头上 多一点点恶 就是向灾祸和恶道迈进了一步 离吉祥和善道远离了一步 久而久之 是苦是乐 是福是祸 自然就显现出来了 种什么因 结什么果 因果定律 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 佛经讲 人在死亡的时候 灵魂 也就是神石 极为痛苦 那时这个身体 这个假我 已经坏掉了 任何器官都一动不能动 所以那种痛苦 活着的人是根本无法看到 或知道的 只有佛法说出了真相 佛比喻说 就像僧规脱祸 活的乌龟 你把那个祸拔下来 他说那个神石离开身体 痛苦就像这样 所以人断气之后 八个小时 最好是十二个小时 不要碰他 为什么呢 他非常痛苦 你要碰他的时候 那他感受的苦痛 太大太大了 有的时候受不了啊 十二个小时之后 他离开了 这个神石才是真正离开了 他究竟到哪一道区 决定在最后一念 最后一念 神成会了 决定堵三我道 这个常识 我们一定要有 人死后身体火化掉了 这个真我没有了载体 就像没有了衣服穿一样 佛法讲 这个时候 人的神石 将随着自己这一生 所造作的善业或者恶业 随业流转 在六道中继续轮回 这正是佛门中的名言 万般带不去 只有业随身 神石 它是动的 它不是静止的 而且速度非常之大 所以夫子说 有魂为变 很有道理啊 有魂是正确的 如果讲灵呢 是错误 为什么是错误的 如果这个魂要是灵的话 你们想想 到这个世界来投胎 谁愿意投胎到贫穷家里 要是灵嘛 自己可以选择 一定选到大富大贵人家 剩下来就想福嘛 投胎来的时候 做不了主 这个魂不灵啊 所以佛家讲 这个魂是迷魂啊 迷魂颠倒啊 佛家讲的 魂不灵 他迷 所以他才到六道去轮回 特别是在三窝道 哪有灵 他会跑到三窝道去投胎 不可能的事情吧 万般带不去 只有业随身 造善业多 人的神识 会感召到三善道中 得天人身 人身 造恶业多 感召到三恶道去 得个畜生身 恶鬼身 或者在地狱受苦 无一例外 即使得了人身 也不过几十年光景 而三恶道的时间 却极为漫长 佛经说地狱 动静一劫 求出无期 所以世间人感叹 如果不是佛法 慈悲揭示出这些 宇宙人生的真相 凭人类自身的 智慧能力 真正是肉眼凡胎 怎么可能知道 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其实这个道理 也不难懂 比如说 人的智慧能力 一定超过了小动物们 如果可能交流 人对着水上浮游讲 人可以活到八十岁 寿命只有几个小时的 浮游会相信吗 人对着蚂蚁讲 它脚下的大地 是一颗星球 蚂蚁会相信吗 人对着蜜蜂讲 宇宙飞船 可以飞到月亮上去 蜜蜂会相信吗 想必他们的回答 都是不可思议 因为这些已经远远超出了 他们的智慧和能力 所能体会和理解的范围 但人对他们所说的 哪一样不是事实真相呢 儒家讲出了生命之源的真相 人世间的宗教 也都肯定灵魂的存在 佛家又讲出了灵魂 也就是神识 在六道轮回的真相 那么然后该怎么办呢 佛法给出了终极答案 这个不生不灭 永远也不会死掉的神识 还不是真正的我 它还是个假我 因为它还有爱恨情仇 它还要受业力牵引 生生世世 在六道轮回遭受苦难 只有一旦打破了这些 也就是说彻底觉悟了 那时出现的才是真正的我 最终极的我 这就是人的自信 也就是佛 这一份迷要是彻底破掉了 神识就叫做真如 就叫做自信 那么由此可知 神识并没有灭 它是一个转变 变成真如自信 自信 是如来 自信 没有来去 心信 就是父 本性不觉悟了 被迷惑覆盖了 它就转变成了神识 被五欲六臣 贪嗔吃慢 自私自利包裹着 在六道里去投胎 在六道里去投胎轮回 这一世夜阴果报 我们的神识投胎来到了人道 得了一个人身 迷惑的神识就认定这个身体就是自己 执着的为这个假我 辛辛苦苦为他服务一辈子 等到这个假我寿命到了 坏死掉了 神识就又被这一生所造作的各种善业或者恶业所牵引 去另一道投胎受报 比如因为恶业多 神识投胎到了畜生道 做了只松鼠 于是又认定松鼠是自己 继续再为这个身体奔波忙碌一辈子 如此不断在六道中轮回不已 所以觉悟的众生自然明白 这个神识实在冤枉 生生世世投在六道中 无论哪一道得到的身体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自己 这些身体无论多么美好 你多么喜爱它 它都会死掉坏掉 为了它所造作各种恶业 还要承受永无止境的各种罪苦夜报 为什么要干这种迷惑的傻事呢 这一生叫张三 下一生可能就是一只被屠宰的公鸡 然后又堕到了地狱道 去受无量劫的罪苦 这就是六道众生最痛苦的地方 永远迷惑 永远被业力牵引 自己的命运 自己不能做主 我从哪里来 我是谁 我要到哪里去 这个哲学问题 其实正是人类有史以来 最大的疑问之一 而正是佛法给人类打开了 大彻大悟的大门 一个觉悟的人 一个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 就会经常用这样的问题来提醒自己 这个一生中精心呵护 自爱自怜的人 是自己吗 还有 这个天下最有钱的人 是他自己吗 这个风华绝代 倾国倾城的人 是他自己吗 这个富有四海的国王陛下 是他自己吗 还有 这个痛苦凄惨 沦落街头的人 是他自己吗 这个贫穷无助 病重缠身的人 是他自己吗 当然还有 这个勇猛的寿终之王 是他自己吗 这个海里的庞然大物 是他自己吗 你什么时候把你自己认识清楚了 搞明白了 佛的教化就圆满了 你执着这个身是我 已经就够麻烦的 还要执着我所 这是我的房子 我所有的 那是我的财富 这是我的眷属 出了家 这是我的道场 你说糟糕不糟糕 这个麻烦大了 这个夜深了 拖到一大堆夜 拖都拖不动啊 你还能出到这三界吗 阿弥陀佛再慈悲 想拉你到极乐世界去 你后面拖的东西太重了 佛也拉不动了 所以佛教给我们了 要失 要放下 要不失 要失 先把我所有的舍掉 我所有是身外之物嘛 先把这个舍掉 然后再把我的这个执着 舍掉 千千万万 不能被这些幻象 被这些假有 欺骗 你能把这个四十真相 看清楚 看明白 这就叫看破 那要不念福的话 像你老师吓死的 他会去哪里 吓死的时候 那就是 谁就业力转了 毅力什么 他的念头 就是记忆的念头 哪一个念头强 他就入哪一道 如果贪 与力量强 他就到轨道去了 现在普遍都贪了 对 是啊 贪的力量强入轨道 惩恨的念头强 就地狱道 于此 是我 是非善 我都分不清楚 这于于此 于此出生道 师父这是自然 他就进那一道 自然 自然 业力牵着你走 不是谁主使 没有没有 没有人主使 都不是自然 完全是自然 神判是轨道 轨道确实有神判 十殿阎罗 对 轨道的时候 你进去之后 因为你有很多认识的人在轨道 你过去得罪他 他告证 他多了我多少财 财产还没还给我 我就要判决 要还债 他欠我的命 那是要偿命 那有这些诉讼在里头 师父 那个国学大师张太炎 就曾经在轨道里做过判官 他的话我们是很多人都听到 这个他是那个代替 代替判官 对 师父在《地藏经》里也讲 获在诸丝辩论业果 这是佛说的 但没错 没错 那个里头真有点新鲜 今天社会上有一些人 流行的一个观念 贪欲 贪欲才是社会进步的 主动的力量 所以鼓励人贪欲 帮助人贪欲 佛在经上讲 贪欲 度过轨道 贪民 贪财 贪私 我们得神识 离开这个身体 为什么到轨道里去 他念不一下 他就变成鬼了 谁念鬼呀 虽然没有念鬼呀 他设置上念鬼 鬼是贪心 他天天想着贪 贪就变成鬼 所以念贪就是念鬼呀 贪心断了 鬼道就断 你决定不会生过鬼道 念惩恨 念嫉妒 那是念地狱 很麻烦的 不可以呀 欲吃是畜生 佛将贪嗔吃 使三毒烦恼 随顺三毒烦恼 将来的果报 在魔鬼地狱出生 在这三毒 所以佛在经教里面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要断贪嗔吃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是六道轮回中的三恶道 堕落到三恶道 极为痛苦 时间漫长 但是到底有多漫长呢 比如动物的寿命 不是都很短暂吗 出生道是愚痴心 愚痴心就是对于真假 邪正善恶厉害 都搞不清楚 糊里糊涂 这是愚痴 这个世界好人坏人分不清楚 好事坏事也搞不清楚 往往把事情搞颠倒 这个果报就在出生道 也许诸位以为 这个出生道好像 寿命不太长吧 怎么不容易脱离出生道呢 出生愚痴 执着他那个身相就是自己 死了以后还变出生 很难到其他道里面去投身 蚂蚁死了 投胎还做蚂蚁 生生世世做蚂蚁 没有想到 他能换一个别的身体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鬼道里面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一个月 短命的都是千岁呀 命长的是千千岁呀 还得了吗 你一躲到过鬼道 你什么时候能出来呀 算起来呀 也得要几万年之后 你才能出得来呀 那个日子不好过啊 鬼道里面看不到太阳 日月星 三光看不到 看到天空 灰出土地 我们今天几天见不到太阳光 就很难过了 你要在鬼道里 熬上几万年见不到阳光 你说那个日子都难过 鬼里面的生活很恐怖 所以在山土里面呢 这个鬼道啊 叫刀土 道是形容 常常有人来杀害他 他这个身心不安 常常生活在恐怖之中 畜生道叫血土 畜生死 都没有好死 都是流血 互相吞蛋 畜生没有善终 都是这个弱肉强食 换句话说 都不是好死 地狱叫火土 地狱是一片火海 那太苦了 而地狱的寿命 那么我们根据经上讲 寿命最短的地狱里面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2700年 地狱一天 我们中国号称 在这个世界上号称 文明古国 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 在地狱里面还不到两天 短命的一万岁 长命的就万万岁了 太恐怖了 所以一定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不要造丢业 这个山徒是怎么堕落进去的呢 佛给我们讲的 食物业 最严重的食物业 就是 多地狱 多国鬼 最轻的 便出色 您正在收看的是 特别节目 大众最关心的答问 那么大家就要问呢 从99年之前 我们就听说有这个大劫难 一直在推在推 那么它会在什么时候有可能 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我们觉得现在有可能 为什么呢 如果再推迟十年 爆发的时候 世界是毁灭的 就是说 不能再往这里 如果再生年的时候 那个十年的罪业 肯定超过现在 十倍都不止 那怎么办 这就是治病那样的时候 现在赶快治 还来得及 再推的时候 那就死路一条 那就把它害了 没法治 所以这个 你要什么真的明白 它不是坏事 是好事 这个灾难当中 会让很多人觉悟 清醒 会清醒 它先悟过来 你比如你探财 你探了是 无论多少财的时候 一个灾难 全都空了 过去干了些坏事 不该干了 这一个是 如果真的这个灾难爆发了 过去技术完全没有了 那飞机不能飞了 轮船不能走了 将来的时候 旅行都是同步 那这些国家 领导人也白忙了 那这是 那真是如此 回到原始社会 所有银行都倒闭了 银行为什么会倒闭呢 这个国家没有了 你说一个大烂来的时候 海啸 一来的时候 那所有都都毁掉了 经济崩溃了 那崩溃完全没有了 那时候钞票就是废纸了 那就是活下来的人也很可怜 很苦 很可怜 是的 过原始人的生活 他们所有过去的努力 统统付出来了 不错 不错 所以到那个时候 吃东西是农耕的 所以我们想想 谁能够回家来 农村的人 吃苦吃惯 他没问题 现在都市的人 完全靠着这些科学 这些 养尊处优 那他怎么得了 你说住在高楼三四十层 店都没有了 他每天就爬山了 淋桶水 对啊 淋桶水的时候 从上面去 历史多辛苦 师父那老人和孩子 就更可怜了 就是啊 所以你就想到的时候 这个世界多麻烦 那么住在乡下 他没什么改变 他生活很照常 其实师父 我们就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现在在香港 看看窗外的这个世界 人们还都自以 为大都市人 为荣耀 以高科技 为荣耀 为进步 不错 那这个大灾难来了之后 会给人们洗一次脑 没错 这一种大灾难 所有外国人也有根据 曾经说地球上过去发生过 应该在五六万千年之前 地球科技很发达 亚特兰提斯 他们那个时候就飞机 这个火车 用电门里 是从太空道里取来的 没有人 没有声音 那比我们现在高明多了 你看 人们疯狂 享受 疯狂 对呀 轮延到的什么 完全不假了 现在人也疯狂 对对对 完全没有了 结果有个灾难 大地沉大海地 被沉在大西亚 就沉在大西亚 现在很多考古学家 已经发现了那个遗址 有预言说 这个亚特兰提斯会浮起来 他会出来 会浮起来 但是那个浮起来的时候 欧洲会沉下去 美洲会沉下去 所以大家希望他不要浮着 师父我们看到 在太上感应片里面 有这样的话 您老常常让大家学 让大家做到 对 天地之间有思过之神 对 就是有掌管的 没错 诸重神灵 没错 那么这个大劫难 一再往后推迟 是不是和他们这个慈悲心呢 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就造卧的人太多了 有很多人问我 全球灾难 哪个地方最安全 就是啊 哪个地方 我告诉大家 中国最安全 中国最安全 我们中国最安全 什么道理 祖宗既得 中国在两百年前都是积弹 修缠积弹 这个你要相信啊 祖宗既得了 中国在两百年前都是积弹 修缠积弹 把中国老祖宗丢掉不相信了 是最近也被积弹 所以中国的灾难 我的一些看法是老祖宗对于这些不孝的子孙来一次惩罚 不失效力 师父为什么要惩罚我们 你不孝啊 老祖宗留着这么好的东西你都不要了 今天不要祖宗了 不要父母了 不要老师了 这是不行的 这个在过去 中国古时候 不孝顺父母就是死心 该死 不尊重老师的时候 你在社会上没人理你 谁敢不孝父母 民国初年 我还记得 抗战之前 国家有这个法律 叫侵权处分 有这个法律 好像是在抗战时候 废除的 三四十年来 对 废除的 抗战以后我就没听说过了 侵权处分就是父母 你的儿子不孝 父母告到衙门里面去 说我这个儿子不孝 你们把他处死心 立刻就执行 没有身边 要侵权处分 所以在那个时候 因为法律上有这条 不孝儿女的时候 也要装处孝的样子 为什么 父母真不客气 你马上就死心 师父呢 这是天经地义的 天经地义 所以是 我们把老祖宗留了这么好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千年万事 活血 免定 兴旺 美满 老祖宗留下了点 你为什么不要 不要 不要的时候问题出来了 今天问题出来了 没办法了 你没法收拾 回头找老祖宗 问题就解决了 我也讲了好多遍 中国大陆的社会 如果把老祖宗 从去找来 找个 我看二三十个老师 应该可以找到 用国家的广播电台 每一天24小时 不中断在教学 我们的社会 一年就大幅度的改变 人心就换起来了 我们过去在唐池做的 十一 人民是教得好 没人教啊 唐池小镇开办的时候 三十七个老师 我们展开 如是道三个根地教育 国家不适合宗教 我们用地质规 儒家东西 把世上的道 跟太上感应品的精神融进去 一二三三个而已 用这个来教 没想到 我们原来以为 要两三年 才能看到小谷 没有想到 三个月 小谷处处 我们非常感动 人怎么是这么好教的 我说我们这个事业 得了两个结论 第一个 老祖宗所说的 人心本善 一点没错 第二个 人是教得好的 我们到联合各办合同 就是这两句话 告诉全世界的人 人心本善 人是教得好的 这是科学实验的 对 我要不做实验 人家问我 证明 证据 我不敢讲 我虽然讲这个话 嘴硬 心里有问题 心不安 通过这个事业 那我们的心就定了 丝毫怀疑都没有 据说后来 一百九十多个联合国的大使 都想去参考 师父 我们说一句 我们说一句 这个后悔的话 如果汤匙的这个样板 在零六年 坐下去 在我们中国推广 它不妨碍政治 也不妨碍经济 什么都妨碍 那么到现在也六年了 对 如果真的走这条路的话 中国大智了 不是打乱 大智了 我们那个时候 真正英切希望 政府来接办 您老有个声明 交给政府 我们开头办的时候 就原先定的这个宗旨 就是我们办出来之后 在联合国做的宣传 希望国家接着办下去 无条件交给国家 所有财产 所有老师 通通交给交去 我们出家人不搞这个事情 搞这个干什么 这个是被联合国逼出来的 做个实验 做实验 因为我每一次在联合国 做这个主题讲演 我都把中国古神仙仙 拿了宣扬 大家听了很欢喜 但是不相信 会后的时候来告诉我 法师你讲得很好 那是理想 那是做不到的 这个才叫真正危机 心一心危机 我才意识到 这个怀疑产生的病 这问题眼中 所以今天 整个世界的灾难 都是怀疑造成 这是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 迷信科技 对神仙 对这一切善法的时候 它都产生怀疑 那如果当年的这个汤匙 这种经验做法 一直推广到现在的话 那中国改观了 不一样 这样的国家 在面临这种全世界的大灾难的情况下 我们的国家会怎么样呢 那么有灾难 不但中国要什么有灾难 世界灾难减轻 为什么 哪个国家都来学 现在问题不是一个国家问题 全球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这问题 就不但面临大灾难的时候 我们没事 对 还会影响 他们都减轻了 全都减轻了 所以现在的时候 这个示范底应比什么都重要 是 我很重视的问题 所以我都希望 每一个宗教都能做出一个示范城市 每一个宗教的圣城 圣城 每一个宗教的圣城 把他们的宗教精神 宗教文化 完全落实在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找最虔诚的信徒 比如说伊斯兰教的 他们就是伊斯兰教圣城 基督教圣城 天主教圣城 每一个宗教都建一个圣城 全世界的这个宗教徒 都可以到自己的那个圣城去学习 可以学习 也展示给全世界参观 人家不知道你的教教是什么 是不知道 你到这个地方 住个一个星期 住个一个月 不就全知道了吗 而且宗教跟宗教还比较 大家都好强啊 都要把自己做好 做不好就输给别人了 人家来一餐馆 哎呀哪个地方好 这比那么差一点 听得多难够呢 所以把宗教真的带起来 每个宗教都带起来 这是个好办法了 师父 师父 师父这是您老的末宝 这个是 去年纪 第一年四月份 不错 很多这个听您老经教的这些居士们 他们对这个印象都很深 那么这些话呢 我们看了之后啊 很受震动 我给大家 好 劫难来临 该留者留 该去者去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在劫者逃不了 躲不过 不在劫者 遇到大灾难 也能平安度过 现前唯一能自救 度他者 就是听大经节 依教奉行 老实念佛 放下万元 求生净土 念佛功德不可思议 只有念佛改过 才能减轻灾难 其他方法来不及也了 很多人看了之后啊 就想问一个问题 我们不是学佛人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也能 谢谢 度谢 度谢 您老在 不是学佛人 我们避过这个灾难 用这个方法 还是有效 活下来的人也还是有效 有效 决定有效 师傅 这是六年前做的节目 和谐争旧危机 那么 从那会儿起 您老就再给大家 警告 这个灾难会来 六年来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 六年过去了 很多很多人 不听您老的劝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 您老人家太辛苦了 我们也确实有这个疑问 他们不听 您老为什么还要天天劝 月月劝 年年劝 一直劝到 有听的 不什么有听的 在这个电视里面 在网络里面 听的有很多 覆盖了全世界 有一个人听 有一个人 两个人听 两个人 所以不能不讲 决定有人听 这些人还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对 当然会 所以讲 决定有好处 我们在这个地区 讲 所以 很多人 找我 国外 澳洲 你们看那些宗教 他们都盼望我 回到澳洲地区 教会要再立选澳洲 带领他们 他们真正 把图文巴做成一个 多元文化 后心示范真实 这个事 是我多年的理想 他们能做到 我很感谢他们 这不是一个宗教的宗教 这是许多宗教在一起 居住在一块 像兄弟姐妹一样 像一家人这样 这真难得 我不去 我不去 马来西亚 你看 你看 手下 各个宗教都支持我 继续中国传的文化 在办韩学院 也希望我住在这里 人家送我一块土地 十三个阴谋 和中国 其实帮忙 我把它盖成 汉学院 让老师 能够继续 我还是选择香港 住在这里 真正住在这里 天天讲经教训 就是佛菩萨 加持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 那么这个影响的地区 这一个地区 从日本 台湾 菲律宾 加盟到越南 中国沿海的地区 希望这个地区上 没有灾难 希望这个地区 灾难坚弃 能护持这么大的良荷的地区 国内不能进去 就在边缘上 过去 我有中国身份证 在中国可以奖金 可以教训 所以那个时候 我在家乡 如江的时候 现在身份证回去 收回去了 我们属于境外认识 回国去 观光旅游 探亲 房游 虚苦 没问题 奖金教学 决定不可以 那我们的一生 生命 就是在 将军教学 那诸位就晓得了 我不能会苦 不可能的事情 师父我们 常常看到佛经上讲 贪嗣吃慢疑 就会赶着来灾难 香港这个地方是大都会 五光十色 欲望横流 那么按照佛陀的教导 这个地方应该赶着来 最大的灾难也应该是 那么大家就很关心这个问题 你老人家真的是很多人 我们公认人类的贵宝 你老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最危险的地方 我住在这里 刚才讲了 这个地区在那间清 所以我不出国 原因就在这里 佛经上也讲 就是讲佛法 讲经说法 修学正果 正法住在这道场 这地方人也付 护国安民啊 对 这是真的 那么我们宣传 我们宣传 在这个地区 香港又在那 香港本岛跟九龙 这个是首当其中 特别是填海的地区 填海的地区 填海的地区 低嘛 它是填到一公尺的样子 那会有什么问题呢 那上面有很多区 那会有什么问题呢 那上面有很多区 那上面有很多区 张水 张水 张水不要多了 烟掉一两层麻烦就来了 师父 我问这些信息 因为做学佛人心里边总是不忍 总是想 您说我们怎么跟社会大众 包括政府官员 劝念佛 劝他念佛 对 没有别的话说 其他的来不及了 叫他也不必多问 多听见 你自然就没能聊 但是什么 你要相信 你不相信 没用处 师父 那灾难过后 假设有的人来问 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早说 有这些灾难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政府 让我们早做准备 政府不听 政府会说我们造谣生死 扰乱人心 我们不敢讲 灾难 有没有 你自己知道 它有因有果 你造物 怎么会有没有生 哪有这个道理 你吃东西不卫生 你怎么可能不生病 这你自己晓得的事情 这还能问人吗 我今天天讲 你不肯听吗 我们的卫星跟网络 没有设任何障碍 你们都可以收看 但是你们不下载 什么办法 你们不要吗 怀疑 你们不要吗 其实师父啊 白纸黑字啊 我们看了 您老太慈悲了 他们不相信 还要给他们讲这么长 对不错 但是有相信的 是 不是没有相信 香港也有相信的 很多很多 对不错 不错 我们听说全世界 静宗学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兴旺 对不错 那么科学家们警告 这个灾难如果真的来临的话 家庭也好 社会也好 这个我们想的时候 就是海洋 一个大地震 突发这个事情 那就是海浪 这个浪冲上来之后 当然很快就退下去 可是这一冲下 再一退的时候 那个地区的就完全没有了 就消失了 对 师父您看 这是日本的那次 这是日本的那次 对 而且我们也看到 这样的照片 没错 这些人非常可怜 对 这就怕这种事情 所以他会退出去 他会退下去 我们就想到 灾难当中 会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这是我的亲人 这是我的孩子 他刚几岁 或者这个老奶奶 一直都很好 他怎么会死得这么惨呢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怎么解释呢 是他们想不明白 古报 因缘很复杂 我们凡夫 只看到表面的形象 这个人是好人 这个人是好人 他怎么会这么惨死 这个就是重罪轻报 他死得到哪里去了 他可能到天上去 他可能到极乐世界去 就是比人间要好 对 对对 对 这我们是原来看不到的 如果他一生造罪孽的 那这个就是死得这么惨 报时 他还要到三国道 也就是说 通过因果 没错 定律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这个人 吃灾 嫌善 吉德 为什么还是这样做 天台 只观 讲这个人的身病 业障病 讲了七种 最后一种就讲这 持戒 行善 吉德 修行很好 为什么做的样子都不好 重罪轻报 他忘了 他真到好地方去 师父 这个重罪轻报 就是他前世 他本来要到地狱 这个相依先的时候 就等于地狱相先前了 就爆掉了 那轻报呢 就是没受那么大罪 他没有受到地狱 只不过是 对对对 没错 只是在受这个很短时间 对对对 神是离开这个身体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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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好地方 没错 所以人一定要相信 决定要行善吉德 决定要相信 善有善国物有我保 一定要相信 你要不相信自知鬼 师父呢 我们凡夫啊 看不到啊 他去哪个地方 看不到 我们相信圣人的话 圣人不骗你 他为什么 骗人总有个理由 总是想占点便宜 他什么都不敢便宜 他便宜要了 那么我常常就想了 过去我也常讲了 那佛要骗人 那佛是个善人 他如果要是骗人的话呢 一个就是他有利可图 那么有利可图骗人 那就神经病 那佛不是神经病 他讲这么多经啊 他怎么会神经不正常 没这个道理啊 想不通 所以决定不可信 人要培养这个性根 这个性根对自己太好了 坏人我也相信他 我会感化他 慢慢他会变好人 来报仇的最后也会感动 最后都会感动 都会化解 所以这个好 坏人都相信 更何况胜 对于没错 那没话说了 重罪情报 本来应该是落地狱的 没错 就是我们看灾难中 很多孩子啊 好可怜 孩子他也是来受报的 如果不是受报的 灾难当中会有人把他救起来 一定 一定会有人把他救起来 所以我们想到 虚云狼火山超舞台山 你看生病的时候 文殊菩萨救他 文殊菩萨变化一个乞丐 两次都是来照顾他 而且两次 差不多是一个月的时间 不是短时间 化身真有啊 你遇到的时候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人啊 所以我们齐心动力 佛菩萨怎么会不知道 连周一百分都知道 佛菩萨 哪有不知道的道理 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您正在收看的是 特别节目 大众最关心的答问 这就是怕这种事情 破坏就非常严重 但是所有这些科学的设施 全部被破坏了 所以到那个时候人生活 就非常简单 恢复工具没有了 电没有了 瓦斯没有了 到那时候干净的水没有了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要是多准备点水啊 这些可能会好一些 对 所以自己能够有一点小土地种菜 那是最理想的 种这一点东西 最重要是爱心 爱心 对 有人有想法就说 那既然这样我往国外跑吗 国外跑不掉 所以说该留着留 该去着去 跑不掉 无论跑到哪里 如果你是在劫的话 跑不掉 师父为什么在劫 这个人在劫呢 他就难逃 他造的业嘛 灵果报应 对呀 业里主宰的嘛 不是别的 虽然不能造罪业 人的幸好真快乐 灾难了也没事 你都快乐 人造业的时候提心掉它 那怕这个害你 怕那个害你 怕的事情多了 很多的有钱人 大富长者 他们也想问 那我的钱财 我的财富 怎么办 全是假的 全是假的 你说像这样海峡 一个城过来 这都市全毁了 哪个是你的 银行倒闭了 你存在银行存款 全泡堂 那就真一点办法也没有 一点办法没有 所以我曾经讲过 放在你口袋的钱 是你的 没放在你口袋的 不是你的 我讲过 住在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你的 离开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未必是你的 你想通了 就得大自在了 什么都不牵挂 那要是天天 穿在身上衣服是我的 不穿在身上不是我的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想 不要打妄想 不要打妄想 念佛比什么都重要 真带着走 真正能够引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世界灭在哪 那个世界真的得大佛报 所以思一得一 思思得一 想什么就献什么 要求必 得大佛报 得大佛报从哪来 从念佛来 念佛修大佛报 到极乐世界 享受大佛报 是因果 对 可是如果说是 我是为了想这个大佛报 来念佛的 去不了 去不了 因为那个心是有问题的 对 你很有贪心 到那个地方去 发大菩提心 我要跟昂彤一样 普通一切苦难周深 这个心 这个心 马上就跟那个相应 我在今年年初 还听到一个老人告诉我 东北 一个老巨师到我这儿来 跟我讲 他自己七十多岁 他说年初 遇到一个老人 一百零七岁 一百零七岁 一百零七岁老人 问他 他说女的 老妹子 今年是少年 今年是龙年 好远了个老人 龙年好啊 真好真好 龙年过去 世界上没有坏人了 这什么意思 龙年过去了 世界上没坏人了 真的有观众 包括大家会问这个问题 看看窗外 还歌舞声平 还挺安静 好像也不像 对 我们很多人告诉我 灾难是突然爆发的 没有预警 这个就很可怕 没有预警 突然了 也就是 顾忠哉同时会发生 现在已经看到预兆了 我不看新闻 不看电视 所以心比较清净 可是每一个星期 有同修 把这个重要新闻揭露 来给我看 大概有几十条 三四十条 这样子 全世界过地的 什么地震 风灾 旱灾 冰雪 都是这些事情 最近一个月 他们给我是一个星期 给我做一次 最近三次 我都看到提到 日本的灾难 科学家 提出 日本 可能会发生 十级的地震 对 那这个地震的威力 是上一次 311的 三十倍 最怕的是 是日本的大陆 滑入 这个 海沟 日本 东南方 有个海沟 是很 很深 八千米 八千米 八公里 这么深的海沟 到日本可能 整个倒下去 填到海沟里 剩下来的 这些琉球 还有一些小道 科学家已经预警了 预警了 这个预警的是 十几年前就讲了 师父 我们这么多年 应该算起来一百年了吧 我们听到各种灾难的预报 比如说地震局 或者是科学家 这是地址方面的预告 告诉给我们这些信息 实际上这是 这是一个很浅的 不究竟 不彻底的一个预报 没错 这地址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它为什么会沉下去 您老刚才所讲的 就是佛经上也讲了 静随心转 没错 一切法从心想上 没错 是人心坏了 不错 不错 量子物理学家讲 人的念头 改变了周围的物质结构 没错 没错 这个那就连起来了 对 科学家预告完了之后 那么就得请教这些大德来解决 对 所以你说 玛雅这个语言的灾难的语言 美国布莱特提出来的解决方法正确 对 端正心念 对 这个短我修善 改邪归正 对 端正心念 一点都不错 师父 师父 那这样的一个结合 应该就算是究竟的了 对 有信念 没错 就是不是把唯心和唯物对立起来的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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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不能对立 人 说是消灭一个民族 你就存在了 慈离太后是报仇来的 这在历史上证明了 对 这一和那那那是 这满清在没入关之前把这个小族灭掉 这个小族的酋长对天发誓 我族里剩下一个女人也要保重 所以清朝宫廷里面就定了规矩 耶和那那是不管男女不准进宫 行了两百多年 没死 到了咸丰 祖皇帝遇到慈禧 耶和那那是没死 就让他进宫 最后王子的手上 你想想看那个世会兑现的 你灭了人家 人家灭你 这错误观念 这家庭观念错误 佛法讲因果通三世 过去是现在是何未来是 一世得逞 来世受好 没错 受过不止来世 好多世 所以真的是得不偿世 不能不知道 师父 不能害人 别人害我们 他无耻 要原谅他 不责怪他 他跟我这个愿 就戒不起来 我不跟他戒 他就戒不起来 那么他自己造地 他自己要承当 师父我们学佛之后 发现能把很多事情 看得稍微明白一点 我们看到有的新闻报道 你把人家国家给灭掉 把那个领导人抓起来杀掉 我们就想你老的教导 那他死了之后来投胎 怎么办 对没错 他来你这来投胎 他有福报当了总统 那就 就像慈禧一样 他来当王 是这样 一生他杀掉了 他到美国投胎 也许一投胎 哪个家里 下一日就选他做总统 那 那就行了 对 真的这一点不假的 非常可能 不是开玩笑 非常可能 师父我们看到日本海啸之后的很多新闻报道 那个老百姓还有那些人看着自己的房子别墅变成废墟的时候 对 哎呀 一点点办法都没有 对 我们就想问到那个时候是不是谁都不要怨 不错 完全是要自己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我们现在啊 很多的学佛人也在遇到这个问题 劝家里人 你们学佛吧 你们相信呢 这个恶有恶报有劫难呢 没错 家里人消化他 对 哎 你们没有这个大灾难的时候 你也不要学了 真有的话 我们就跟你学 他们就像做游戏 对 就像做一个实验一样 对 我们到底该怎么对待这些人 他到现在 就是自己决定要做 自己决定认真做 灾难来了 他们那些人后悔不起 我早就告诉你 你们不相信 那现在你相信 相信来不及了 到那个时候相信 来不及了 这是他自己的业力 我们记得您老曾经这样讲过 就是911 美国那个911袭击 有很多人是从最高层跳下来 跳逃生了 对 这最后摔死了 对 您老讲过 他从空中落下来的时候 就那么短的时间 对 他要是念阿彼陀佛 没错 他也能往生 都往生 那么短的时间 没办法 那个几秒钟也是善根发现 他要没有善根 他已经慌了 他想不到 就是没有平时这个修学的功夫 也是根本做不到 理论上是这样讲 那有人确实这么讲 好 你说的好 我就这么听了 他跟自己家里人讲 海啸来了 我就到时候去念佛吧 其实他做不到 对 到时候他慌了 他心乱了 他恐惧害怕 所以灾难这个事情处理 最重要的一个 第一个因素 就是心要定 不乱 所以多看看这些影片 有好处 看惯了 不稀奇 我早就知道了 心是定的 心结一定 就不会到我到我 不是恐慌 吓死 恐慌吓死 六生无处 很容易走到邪道 散恶道就是 恶鬼第一出生 对 神识就到那里 对 心是定的有主宰 不会到散恶道 师父 下面这个问题 请您老原谅 现在人确实是 愚痴蒙昧 什么问题都敢问 什么问题都敢想 但是呢 确实是 很多人的一种疑虑 2012年12月21号 如果说 有人就问我们了 什么都没发生 你们这些学佛人 天天给我们警告 天天给我们 上课 第二天 22号 太阳照常升起 那就是这个报道是假的 科学家说了 不是真的 我们也没有把它当真了 你看最近我看到报道 不是21是23 你看又变了 又以前两天了 那还有 还有的人报道说 不是在今年 是在年年上半年 说法很多 我们从哪里看 我们从英国上看 人要有真知真见 人要做一个好人 人不要造罪业 不要害人 不但不能害人 连这些动物都不可以伤害 不要破坏自然环境 连直入我们都爱惜 都尊重 这是对的 这是正确的 为什么要破坏 人生在这个世界 能够吃得饱 穿得暖 有个小房子 这被风雨就制作了 这个日子最好过 多少人你都能做到 你为什么要贪 贪 贪就得害人 害人就要造罪业 就会感到卧宝 或比 自己并没有过一天 真正幸福的生活 一天到晚 胡思乱想 现在人那些所谓的幸福生活 其实不是真正的幸福 那个就是我常讲的 吸毒大麻痹 刺激 对 他不懂得什么叫幸福 人类如何面对灾难 这个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大家更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灾难 到底都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灾难的根源 这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句话 灾难不可怕 可怕的是 不知道灾难的根源 尤其是今天这个社会 这么多的奇奇怪怪的这些灾难 怎么发生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继续收看 这个特别节目 它的第二集 灾难的根源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